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继续开会 今天10月19日下午 进行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兵人 沾森林相关事项 党团询问顺序 依时代力量党团 国民党党团 民进党党团 亲民党党团 之顺序 采疾问疾答方式进行 并得采联合询问 但其人数不得超过3人 在进行询问前 先请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兵人 沾森林说明时间10分钟 请沾被提兵人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我是沾森林 目前为台湾大学法律学院特聘教授 并兼任院长 今天我很荣幸在这个殿堂 向大会报告 此次被提名为大法官的一些口头的说明 民国81年8月起 我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 从事教学与研究 并且以民法及消费者保护法 为教学及研究的专注领域 由于民法是民事基础法 因此我对与民事相关的其他法律 也有兴趣研究及教学 例如国家赔偿法 信托法等等 以下 请就我的研究及教学 与担任大法官职务相关的部分 向各位委员报告 首先大家都知道 民法是规范私人之间 财产及身份关系的最基础的法律 仅就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而言 民法基本上是按照司法自治 契约自由的两大原则来加以规范 反而随着社会变迁 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 契约自由必须予以调整 而且是转变为 从契约自由到契约正义 所谓的契约正义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要保护契约上之弱势者 在此一般认为 所谓的契约上的弱势者 是仅限于 或者是特别应注重于 经济上之弱势者 这个见解我当然也赞成 但是我个人在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的经验之中 我感觉到 除了经济上的弱势 当然应于保护之外 我们还有至少是其他两种弱势 也应该以保护 就是资讯上的弱势者 和法律上的弱势者 换言之 我基于我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的观察心得 而认为 在契约交易上 经济上的弱势 当然以保护 最典型的契约交易之经济上的弱势 一般认为就是 承出契约的承出人 和雇佣契约上的受雇人 对这两类的经济弱势者 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在现代的契约交易 却经常发生当事人之间交易不对称 及法律地位不对等的情形 许多可能经济上不是弱势 但是他在交易时 却是处于资讯上的弱势 和法律上的弱势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一位富有的董事长 他如果跟银行交易 比如说订立信用卡契约的时候 他非常富有 但是他在交易资讯上 完全与银行不对称 通常而言 除非那位董事长 本身就是法律系的 否则他对 因为与银行而订立的任何契约 可能存在的法律上的风险 他通常也不知道 我们这个时候不能仅因为 他是经济上的弱势 就不予保护 而依旧应该提供法律上应有的保护 因为他是资讯不对称 他是法律地位不对等 这是我一贯的主张 因此我在一些的文章之中 就一再提到这样的一个 我个人的看法 同时我特别强调 最高法院在许多的判决之中 一再地认为 所谓的保证人 他不是经济上的弱势 对这一点 我写了一些的文章 一再跟最高法院对话 可是最高法院 他基本上的见解是认为 既然能够担任保证人 就不会是经济上的弱势 这样子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 跟社会的现实 可能有一些的差距 因为不少的保证人 他就是经济上的弱势者 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最高法院的见解 如果严格挑剔 就是所谓的欠缺同理心 而有害于保证人的基本人权 恐怕也是 我们对于司法裁判公信率 会低落的原因之一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宪法的基本人权 在契约交易上的保障 的维护是我们应该要加以注意的 在消费者保护法方面 我因为兴趣 所以从83年1月 消费者保护法施行之后 我就担任与消费者保护法 相关的一些立法工作 比如说消费者保护法 施行的拟定 以及消费者保护法 两度的修改 和今年1月1号施行的 通讯交易解除权 合理例外情势 适用准则的制定工作 我都有参与 同时我也特别对于 因为不安全的商品或服务 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害 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食安事件 我也曾经撰写论文 特别引进比较法治 而强调 企业经营者因为自己的 不安全商品或服务 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害 他所应该要负的 惩罚性赔偿金责任 不应该只限于 企业经营者有故意 或重大过失之情形 而应该也要急于 轻过失之情形 这个见解跟法院的裁判 在先前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但是后来最高法院 有一个见解采取我的看法 有一篇裁判采取我的看法 并且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也在消费者保护法 104年6月17号 大院修正的时候 予以采纳 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接下来在国家赔偿方面 我在服役的时候 刚好碰上国家赔偿法 准备施行 那是民国70年 7月1号开始施行 我就是民国70年8月多退伍的 那因为我是法律系毕业的预官 所以当时师父理所当然 师部要求我要到 我们的师里面 各部队去宣导 国家赔偿法 那坦白说在大学期间 我并没有学习过国家赔偿法 可是奉命 所以我就一面找资料 一面学习 然后也到各部队的单位里面 去宣导 我因此对了消保法 有了认识 并且培养感情 后来我在台大政教的时候 有机会担任 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委员会 更因此有机会 实际参与国家赔偿的运作 在担任台北市国家赔偿委员会的期间 我看到很多 其实是令人非常伤感的案子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就是 遗体在台北市立殡仪馆被措置 结果实体火化了 而家属依旧不知道 另外一个更令我感到感伤的是 有一位智障的儿童 他因为不明的原因 而在北投的公有市场往生了 一直找不到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这两件都让我感觉到 国家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时候 如果因为有各种的情形 而导致人民的过失 应该要如何的去弥补 人民所受的损害 所以我也因此对国家赔偿法 跟我们国家所应该要负责的 保障基本人权 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所以我后来也写了 跟国家赔偿法相关的文章 也得到最高法院的采纳 那最后 我警救前几天 各位委员以及一些学者专家 在这个地方举行公听会 认为大法官应该要表示 见解的一些问题 我提出我个人的简单的答复 第一个关于废死 本人赞成终局废除死刑 这一期配套措施 我特别强调 对于死者家属的保护 尤其是心灵的慰藉 是最为主要 其他恐怕我们必须要考虑 是不是有可以废除 替代废除死刑的一些措施 第二关于性别平等 本于宪法保障的婚姻自由 本人支持同性婚姻 并且基于人性尊严 本人绝对维护任何人 对其性倾向之认同 还有本人坚信 传统文化应该与时俱进 更不应该有备宪法的基本价值 所以女子在祭司公业相关权利的保障上 应该与男子相同 最后我也支持通奸除罪法 第三关于安乐史 在确保自由意愿 及尊严往生的基础上 我支持安乐史 关于代理应母 在确保人文秩序的基础上 我也支持代理应母 关于原住民自觉 基于肯定多元文化 本人将在宪法的基础上 坚决维护落实原住民自觉的相关法规 大法官的职责就是守护宪法捍卫人权 我记忆常年对于民法 消保法 国家赔偿法等等相关的研究与教学 我希望能够将 我的一些理论贯彻到实务上来 也因此希望能够获得大院的审查通过 来担任大法官 以便实现法律人 维护人权捍卫宪法的神圣使命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委员 谢谢 好 谢谢张伯提兵人的说明 现在进行委员之询问 第一位我们请高路移用委员 询问 寻答时间为30分钟 谢谢主席 那么有请我们的詹备提名人 请詹备提名人 果然好 好 詹老师您好 本席刚刚听完你的口头说明 我也详愿您回复 民间监督大法官的这个人选联盟 以及世代力量所提出来的这些提问 对于您对于各项的议题的回复 抱持相对进步 以及就是积极面对的态度 本席感到非常的深刻 而且呢你本身不只从事这个学术研究 甚至呢过去也担任过律师跟这个仲裁人 这些实务的工作 也参加过很多司法改革 所以依据你的学经历 本席也相信您足以升任大法官的这项职务 但是本席呢为了去履行我们宪法交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以下有几个问题就叫于詹老师您 那首先针对原住民族的这个地位的问题 以本席本身是原住民 再来本席是原住民运动的一份子 对于原住民独立 是我自己本身的这样的理想跟理念 但是呢回到我们这个宪法 刚刚詹老师有提到 就是基于这个肯定多元文化 詹老师会基于在宪法的基础上 坚决维护这个落实原住民自觉的这个法规 对不对 但是呢这部宪法并不是这么完美 怎么说 因为在整个制宪的过程中 其实并没有让台湾人民参与 甚至是我们原住民族 连个边都没有摸着 所以呢以上本席的这些说明 请问教授您认同吗 就我所知的确原住民在 我们36年的宪法上面 当然是没有参与 在后来的宪法征兴条文上 是不是有那么样的落实的参与 我当然也是有一点疑问的 好那谢谢詹老师 既然就是宪法其实没有那么的完美 所以未来无论我们要修宪或者是制宪 是不是都应该把原住民的意见纳进去 让宪法更为完美 更能够反映台湾的多元文化跟价值 换言来说我们应该是要让原住民 也成为将来宪法的主体 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迫接受的这个新宪的课题 本席这样说明您同意吗 我绝对同意 好那关于就是原住民跟这个国家的关系 过去有人提过国与国的关系 请问教授您的看法如何 委员您指的是原住民与台湾的原住民主 是 我们的原住民主基本法第四条 它是规定政府应依原住民意愿 保障原住民之平等地位 其自主发展 实行原住民主自治 其相关事项另于法律定制 当然所谓的实行原住民主自治 是不是可以达到所谓的国与国的关系 坦白讲我还在思考之中 当然我会按照 那本席其实也想要回顾过去1999年 一直到2000年 当时阿扁时期提到的这个新伙伴关系 那其实 当然我知道张老师 目前来讲还在思考当中 我其实也是蛮意料之外的 因为依据你前面所提出来 这么进步跟积极的态度 我仍然希望您的回应 不要让我这么惊呆 希望接下来的提问 能够让本席觉得 您对于就是 有关于人权保障的捍卫 能够有更积极的态度 接下来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原住民族地位 这个是属于比较上位 比较理想的概念 但是回到现实的状况 从过去荷兰到清国到日本 那原住民本来就不断一直受到这个殖民的统治 1945年后 中华民国从日本接收台湾 也同样用中华民国的方式 那即使前程总统他有提到新伙伴关系 甚至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蔡总统也向原住民族道歉 但是其实我们的原住民族 还是没有办法用自觉跟自制的方式生活 我举几个例子 前一阵子520总统就职大典 提出来把原住民形容成粗犷和草莽 国庆活动也用阿萨布鲁介绍原住民 这样被赋予殖民者 这样殖民赋予被殖民者的这种说法的说辞 其实是为了要合理化殖民统治的正当性 这也是常常我们看到世界各国 这种殖民统治最常见的类型 那请问教授 您认为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也是一种殖民的行事呢 我的确对于国庆庆典上 一切对我们原住民族的措施感到有点惊讶 的确是不符原住民族自觉的精神 是 谢谢詹老师 那么我们也要积极地去朝向这种去殖民 保障原住民族自觉的这种精神 来摆脱现在殖民统治的色彩 可是呢 詹老师是民法的这个专家 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老师对于原住民保留地 有特别的有一个见解 就是根据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原住民保留地是不可以卖给非原住民的 然后老师您说过 如果这样的买卖发生的话 这个买卖的契约是无效的 请问您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到现在还是这样吗 是的 那其实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 不只是刚刚所提到的 而是整个制度它是架构在一个殖民的不正义上 我这样说明 现在的原住民保留地是来自日本时期 对于藩人的政策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制度一直都是一种不正义的象征 那日本时期定了一个台湾森林计划事业 规程里头定了准药制林野 也就是高砂竹保留地 而这个是一种区域的隔离政策 把原住民限缩在一个生活区域 这是一种歧视 那么在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 也没有废止这样的政策 原住民保留地其实是殖民体系的产物 因此原住民保留地从头到尾 都是有问题的制度 那么本席问一下詹老师 请问一下原住民保留地开发办法 有没有危险 我想我们必须依照 宪法征刑条文 对于第十条第十一项 对于原住民自觉的 这样的基本的维护精神来审查 所有与原住民相关的法规 特别是在我们宪法 以及宪法征刑条文制定之前 如果已经存在的一些 与原住民相关制度 那更是需要经过核线性的审查 这是毋庸置疑的 是 好 那我就问得更深入一点 因为可能老师对于就是这个历史脉络 可能是刚刚才知道的 但是呢 这里面整个原住民保留地开发办法的制度里头 其实是涉及土地权利 是否是这样 那涉及财产权的问题 是否应该要有法律规定 这叫做法律保留原则 是的 这是我们先把第十五条 保障人民财产权 以及二十三条当然的推论 是 那老师 在原住民保留地开发办法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原住民能不能拿到土地 通通都是由土省会说了算 那土省会的位阶有多低 甚至没有法源依据 请问一下这样的制度难道没有问题吗 这恐怕会有法律保留的核线性的问题 谢谢展老师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问 有关于真化边保留地的问题 其实真化边原住民保留地 在整个影响 是影响到我们阿美族是最多的 简单来讲 当日本时期所设的那一个高砂保留地 其实没有包含平地原住民 就是阿美族 北南族 萨基拉族 这些平地原住民族 因此呢 真化边原住民保留地 它也是涉及族人 能不能拿到土地权 财产权的问题 那攸关于财产权的重要事项 居然全部都是用行政规则来执行 那同样的 是不是也违反了法律保留 当然也是会有相同的 是否违反法律保留的问题 以你这样见解 这样子初步的判断也是 那么既然真化边原住民保留地 它绑定一个时间 在民国77年2月1号以前 持续使用祖先留下来 之土地 才能申请原住民保留地 而且还需要 公产机关同意才能核准 那过去整个国家 拿走原住民土地的时候 也没有问过原住民 为什么当原住民要求 土地归还 拿回原住民保留地的时候 还需要自己提出证明 请问一下 如果还要用这样一种证明 才可以归还 那当初过去那个 土地被国家拿走 莫名其妙拿走 现在用重重的阻碍 你认为这样的制度 是不是也有问题 当然从国家管理机关而言 它为了便于认定财产的归属 它可能会要求相关的当事人 提出一些证明的文件 但是其实原住民的相关土地的解决 如果我们退入广之是涉及所谓的转型正义的问题 如何妥善的处理转型正义 是刚好我们这一次的政党轮替 可以仔细的去思考 这是我想我目前给您的答复 谢谢 我想我可以带为原住民发出一些声音 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土地权 自觉权跟很多的权力 真的不想要被现在的体制所绑架 那接下来我持续再问的是 有关于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 传统领域的问题 张老师您在民间的提问的问卷有提到 原住民的权力的这个部分 国家应该要本于宪法 刚刚老师一直提到的 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 来保障原住民族的权益 并且表示个人的收益 如果因传统惯息而受到限制 原则上是符合宪法第23条 所以张老师您认为传统领域的惯息 直接或间接限制的私有土地的开发 是符合宪法的 是这样吗 我那边的所谓的惯息 当然特别要强调的是原住民族的文化 以及传统习惯 这其实在原住民的相关法规里面 也有提到 甚至不是专门规范原住民的相关法规 比如说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野生动域保护条例 我们都有关注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及习惯 所以在对处理原住民的相关事项的时候 不管是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或者司法机关 所谓的司法机关 管理而言 包括大法官 都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立法者一再以原住民族的文化传统 作为最高的一个规范的宗旨 这是我想先回答您的问题 好 那我直接就是来告诉詹老师 现在我们传统领域最常常遇到的状况 就举前几个月前之前通过的 这个台东三原中旅滨海度假村私有地的开发案 行政院说依照原基法的第21条 经过部落同意后才能开发 这样的决定是符合宪法的 也是符合你说的 尊重落实原住民权益 而可以限制基本权利的情况 是这样吗 对不起 对您刚才所说的案子 我也是从媒体上得知 但详细的相关细节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如果处理到这样子的案子 以及处理到任何与原住民族的权益相关的案子 我还是认为要以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传统 为最高的宗旨 好的 我这样讲其实这个脉络是依照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的知情同意权的行使 其实就是宪法保障原住民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也是符合宪法第23条的得以限制基本权利的情况 并没有所谓的侵害私人财产权的问题 可是呢 关于这个传统领域的知情同意权 原民会在之前跟我说 传统领域的知情同意权 涵盖私有土地会侵害人民的财产权 我想詹老师刚刚听我说明 应该跟我有同等的惊讶 那这也代表就是我们的行政人员 对于相关的法律其实也有很多的不了解 甚至是我们行政院原民会的人 而且呢 我希望就是 当张老师对于就是原住民族权利的价值 如此的积极的态度 希望未来在审查的时候能够多加注意 好 那接下来是有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 有关于这个 我们对于时代力量针对这个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 曾经召开过记者会 当时我有特别强调 同性婚姻应该受到保障 也希望即将上任的大法官 都能重视这样的人权议题 但是很不幸的 在前几天 本席看到这个台大的 我想也是詹老师的同事 台大的这个外文系的退休的这个毕老师 他坠楼身亡的消息 那他常年就是留在台湾 也贡献他很多的专长 跟他的伴侣相伴三四十年 但到头来 却因为他们只能成为法律上的陌生人 即使现在有那么多人一直倡议同性婚姻 但目前也有十个地方政府 自主开办同性伴侣这个关系的这个助记 可是法律效果还是有限 尤其是夫妻之间的遗产收养子女的问题 他距离弱势婚姻平权 其实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教授您回复的这个问题 有认为就是说 性别平等是宪法第七条 宣示的人民基本权利 也是传统文化应该要 也认为传统文化应该要与时俱进 这是刚刚老师也提到的 不得为被宪法所表彰的基本价值 更强调同性是 同性的双方如果有营造 共同家庭生活的意愿 应该享有这个婚姻自由 那显然您是认为说 同性婚姻应该受宪法的保障 可是呢 我这里要问的是 日前法务部长邱泰山 在5月3号的时候 面对由美女委员的咨询的时候 也宣示将朝制定专法的方向努力 请问老师 您既然主张同性婚姻应该受宪法之保障 对于这样的另立专法的这样的政策 隔离的政策 你认为有没有违宪的疑虑 在支持同性婚的前提之下 法律如何去予以规划设计 我想基本上这是立法部门 应该要去考虑的 当然想象上可以订定专法 同性婚姻法 另外一个就是修改民法 我们民法972条980条 是以异性婚为其前提 而分别规定 婚约应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订定 男未满18岁 女未满16岁 不得结婚 所以民法的确是以异性婚 为其规范的前提 这个当然我们也不能 因此就怪罪民法 因为民法在制定的时候 它是以传统的异性婚 就是以所谓的延续止序 来作为它立法的基础 但随着时代的演变 观念的进步 我个人是认为应该要允许同性 可以接回配偶 这样情况之下 究竟是应该订定专法 如有些人主张 或者是直接修改民法 不要再称婚约应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订定 或者是男未满18 女未满16 不得订定婚姻 而直接就规定 当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愿 而递节婚姻 基本上我并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 我认为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当然观感上一定是修改民法 对同性恋者的价值的维护 似乎是比较表彰 代表着他们就是跟一般人民一样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样子的一个立法 但是请同我再强调一次 这是司法应该要 比较潜移而交由立法者去决定的 因为毕竟立法者才是真正民意的来源 假设是我们另立一个专法 但是把婚姻的这个名词保留给异性夫妻 用这种分流的方式 对于就是给予这个同性的同伴一个保障 那请问一下这是否危险 这我恐怕就会从我们宪法第七条 以及第22条提出质疑 好 非常感谢 那么在您回复的时候 其实也留下一个伏笔 就是宪法第23条列举的各种事由 我突然想到了 就是在之前金钟颁奖典礼上 李天柱在后台发表 同性恋会造成人类灭绝的言论 我没有这个意思要去批评他个人的言论 但是如果针对 这个人类灭绝的说法 请问教授 这会不会就是宪法第23条的公共利益 不是 我说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 在几年前 台湾大学曾经举办一个同性婚姻的研讨会 也有很多的同学 外界人士参与 我们有一位主持的老师 他 我不知道他是 真正出于正义 或者是在解决当时的一些气氛 他曾经说过 如果同性婚姻的话会有国安问题 我马上接着就说 我个人并不认为会有那么严重的所谓的国安问题 因此对我而言 允许同性结婚已经不是国安问题了 更不会有所谓的人性灭绝是不是 人类灭绝 我想这是不会 因为我们人是为自己存在的 人是否决定替其祖宗延续后代 这是人个人的选择 我一向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我也要求每一个人的选择 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他选择之后 他会不会有 愧对祖宗的感觉 造成国安的问题 或者是会有人性灭绝的这种想法 我想这是他自己应该去承受的观念 而无需他人加以任何的指责 或者是过问 好 感谢詹老师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来问的就是 有关于原住民参政权的议题 我相信老师应该非常清楚 我之前也提问过其他的大法官被提名人 但是呢我还是要重复再问 有关于就是 有原住民身份的这个 身份的这个选举人 被选举人 他只能选择 他要去选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吗 还是他也可以选择区域立委的选举 我想原住民的身份 应该是中华民国人民加原住民身份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 应该容许原住民在任何的特定选举 去选择他在这一次选举 是要以国民的身份参选 或者是以原住民加国民的身份来参选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我主要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 有一位原本是台中的县议员 后来他要选台中的立法委员 但是因为他在前一年 他回复了他阿美族的身份 没想到他要选区域立委的时候 最后被中选会要求注销阿美族的身份 我想身份不应该跟这个选举 是要绑在一起的 那再来我们要提到 其实回到最源头 就是当初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以及这个原住民的身份 被跟所有的选举跟参政绑在一起 举例来说 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他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也是来自日本时期 一直到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时期 对于就是原住民的身份 是有一个歧视的意味 因此呢到现在 我们的身份居然是跟选区跟地域 是放在一起的 那么教授您在回复其实有提到 三原平原的区分是否符合前阶宪法 宣实依尊重原住民族之民族自觉原则 非无一意 那因为如这个教授所说的 这个区分其实是之前光复前的登记 台湾 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登记来的 这个是殖民思维的产生 的产物 可是呢 我们现在要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现在在原住民身份法 已经有三原平原 我们在宪法征修条案第四条 的原住民的这个立法委员代表 也分了三原平原 接下来 出现了 这个行政院 他们要本来要处理 平谱族群 恢复族群身份的时候 又多加了一个 平谱原住民的身份 是不是 又延续了过去的殖民思维 然后又增加了一个 很荒谬的一个原住民的身份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现象 是不是也是不服宪法的精神 关于任何与原住民相关的事项 我个人认为 应该依照宪法征修条文 所揭示的原住民自觉 尊重原住民自己的意愿 身份是与生俱来的 而不是被赋予的 顶多是被父母祖先赋予 而不是被任何机关赋予的 这是我的看法 那请问一下 您认为当原住民族 当平谱族群 他们基于他们的共识 要求就是恢复族群身份 是可以不另立专法 不新增分类 直接废除违法的行政函事 这样的做法应该是核限的 那么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 平谱族群 他不是用这个现行的 三元平元的立委的选制 就不会有自己的族群代表 那么他会不会 也有抵触宪法的疑虑 这的确会妨碍到 将来如果平谱族民 他或恢复他的平谱族民的身份时候 他在宪法所保障的参政权上的妨碍 是 好 那接下来我继续再问 主要的一个几个问题 有关于就是原住民狩猎的议题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原住民 他虽然就是也有移居到平地 但是我们在维持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传统 因为原住民的这个定义 的确要跟文化跟传统 要一起要解释 那么假设原住民去打猎 请问一下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狩猎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是属于哪一种 在国际上属于哪一种的人权 这是原住民 我想委员是不是指的 这是不是原住民的集体权吗 是 那也是文化权就是一个 这是文化权 那请问一下 假设是说 我们如果要去走向这个一个进步的社会 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集体权 你认为在司法上 那么多那么多的限制 是不是也违反了 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国际上的文化权 以及我们这个宪法上 国家肯定多元文化的这样的意志呢 是的 这是我们宪法真学条文第十条 第十二项的规定 尊重多元文化 当然的道理 好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的这个族人 每三个猎人就被抓 那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宪法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跟推动 司法的改革跟推动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首先应该对执法的人员 特别是从警察开始 警察 检察官 法官 加强关于原住民相关知识的教育 其实我们台大法律系有位王黄玉教授 她是女教授 她对原住民已经有一些的研究 她曾经在他的文章 最后有提到说 加强执法人员对原住民族相关知识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 我百分之百的赞同 其实我们司法官 尤其是法官 她基于她固有的人权保障 相信委员你也很清楚 在许多的判决之中 已经去弱化法律的规定 做出比较有利于原住民的一些裁判 那同时立法也有建议这样的趋势 所以对于原住民狩猎权的限制 从原来的有罪 后来到雏刑 一直到现在只是行政法法 我想这个大概都是 特别身为原住民族的委员您所熟悉的 我想对于所有人民的教育 加强和原住民族的沟通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以上非常谢谢就是詹老师 这么迅速的不假思索的 回复我这样原住民族这样权力的相关的这样的议题 那希望就是未来詹老师 在未来有关于审查到相关的这种议题的时候 能够继续坚持您的立场 感谢您谢谢 谢谢 谢谢高路医院委员 谢谢张贝提兵人 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维州询问 询答时间15分钟 主席 要请张院长 请张贝提兵人 你好 张院长你好 请问你目前是担任的职务是台大 我目前是台大法律学院的专任教授 兼任台大法律学院的院长 好那我就称你詹院长 不敢 谢谢 我先请教一下詹院长 你平常唱国歌的时候会不会唱 唱国歌是在台湾的每一个人从小到大 或是说许多人会做的事情 只不过 金龙我讲 我唱国歌的时候不会有人注意到 我有没有唱 哪几句 所以你的意思我大概知道了 有的句子你会唱 有的句子你不会唱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在唱的时候不会有人注意 我究竟有没有唱 哪几句 哪几句对 我也希望 这是你的秘密 不希望别人知道 还是怎么样 我也希望如果我有幸通过贵院的审查担任大法官 我在唱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究竟有没有唱 以及我如果有唱有没有唱那几句 请隆我稍微延伸一下 美国总统在做国情报告的时候 他们的大法官也会在场 但是当美国总统国情报告完毕时 在场之人基于礼貌 或是基于对总统的尊敬 都起立 鼓掌 可是唯独 九位大法官 他们作者 不管他们内心如何的 光派汹涌 也不管他们内心如何的 感到 不服他们不会有显现出来的表情 这是我期待我们将来大法官会有的表现 也期待所有的国民对我们的大法官应有的看法 你这样的讲法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会提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 当然有其他的大法官候选人 直接的批判说我们的国歌里面 有的字句他不认同 所以他是唱不出来 会违背他的良心 我觉得看得太严肃了 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国歌是唱什么国歌 对不起这一点我不知道 日本的国歌你知道唱什么国歌吗 日文我更是没办法理解 OK 我告诉你 英国的国歌是叫做 God Save the Queen 天佑女王 这样的一首国歌 日本的国歌叫做 吴皇万岁 他的国歌就是一直在讲 我们的皇帝会万万岁 会到延绵千万年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 用那一位大法官 一样的这样的标准 来看英国国歌跟日本国歌 那他会认为说 那个早就该废掉了 什么时代了 还在封建思维 但是我请教你 也不敢请教 就是说我要跟你说明的 英国也好 日本也好 不因为他 不会因为他的国歌 留有历史传统 或是有中 这个 封建的遗序 而影响他成为一个 现代化的民族法治国家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台湾都把太 意识形态化了 唱一个国歌有这么严重吗 三民主义无党所终 三民主义 已经变成法律来约束我们吗 其实也未必 那个就是一个国歌 就像日本的国歌 也不会因为歌颂 无皇万岁 而变成一个封建 专制的国家 国歌有他的历史 历史有时候是很珍贵的 我们现在保留了 很多的历史遗迹 都是封建 遗序留下来的 难道我们要把它清除掉吗 因为那代表 某种威权 所以我们都把它去除 有必要吗 有时候反而那些 历史遗续 刚刚好成为观光最大的资源 我们去到外国 不就去看白金汉宫 我们去到日本 不就去看皇宫吗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不要太把每件事情 都意识形态化 尤其是一个法律人 大法官也是一个法律人 我们应该看我们现在 依照我们现在的法律 来治理我们的国家 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 来解释所有看到的这些事情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来 我们审查提名大法官 主要依据 提名的办法 主要依据司法院组织法 第四条 的相关的几个项 就是有资格的限制 请问一下张院长 您是依据第四条的这哪一项 是第五款 第五款 这个算款 第一项的第五款 对 不过第五款 请我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第五款 其实有三种情形 一个是承认国际法 庭法官 第二个是 存在学术机关 从事公法学之研究 而有权威著作 第三种是 存在 学术机关 从事比较法学之研究 而有权威著作 那您是哪一部分 我个人 应该是 存在 学术机关 从事比较法学之研究 而有 我不敢讲权威 而有相关著作 这个 所谓的学术机关 是包括哪里 大学算不算 当然是学术机关 所以这个第五款 其实常常跟第四款 也会 混淆 第五款 第四款 其实显而易见的差别 就是第四款 有年限的要求 而第五款没有 所以 即使没有达到 那个年限 如果符合第五款 也可以提名 依照这个条文解释 是如此 还有第六款 我们看一下第六款 那更模糊了 研究法学 富有政治经验 生育卓著 我想这个 研究法学 那是毋庸置疑 大法官当然 通通是研究法学的 生育卓著 其实还蛮模糊的概念 这个主观的判断 所以 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这个 几款 其实 后面的这两个项 两个款 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那我想 我不会批判它模糊 因为前面几项 倒是很明确 担任几年 担任什么职务 那个学校 要什么样的资格 所以这个 有明确的部分 也有模糊的部分 我想当时 设计这样的法令 应该是说 希望可以 纳的人才可以更广 不要有漏 有的很好的 这个人才 很适合担任 大法官的人才 但是不一定有 符合前面几项 所以有列了这第五 第六款 主要是要广纳人才 好我们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 现在是现任的大法官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依据 这个司法院组织法 第四条第一项的 这五六个款 的标准 来提名他们 那这次红字的部分 是这一次要卸任的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 如果以这一次 我们要提名的 这个七位 再把它们加进去 大概您是第五款 那有的部分 应该是用第六款的 那有好几位 大概是会用第四款 那只有一位 有一位会用第二款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就是这一次 提名的这几位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样子 我这样子把它分配下来 就是这几位 然后用第几款 来提名 好像有一点错误 像比如说詹院长 你就是用 应该是适用第五款 是 OK 好 我们再看这一张表 就是说将来 你们如果上任了之后 大概会依据第几款 那中间有一些 可能要更改一下 比如说詹院长的部分 是用第五款 但是看起来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看这一次的提名 还是有一些 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像第一款 第二款 尤其是第二款 特别的少 这个 它是明文规定 每一款 依据哪一款 来提名的这个候选人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五位 那 同样 我跟他解释的意思 就是说 尽量希望达到平衡 各个款 都有一些人 然后将来解释宪法 在开大法官 法庭会议的时候 提出来的见解 会更横平 来自于不同领域的 有法院 司法机关来的 有检察机关来的 有民间的律师 包括学者 但是看起来 我们很遗憾 原来我们在 第二款的部分 检察官这边 只有一位 现任的大法官里面 只有一位是依据 这个第二款 被任命的 但是这一次 虽然提名了七位 我们还是看不到 有让 这个更为均衡的 这样的企图 表现出来 这个我们是觉得 蛮遗憾的 那会集中在 第四款 是最多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对于这样子的情况 你有什么见解 对不起 因为这是涉及到 总统的提名权的问题 当然我个人可以从 学者的观点来表现一下 一见 我非常赞成刚才 林委员你所说的 大法官应该有多元的组成 因为大法官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解释宪法 而宪法是牵涉到所有的法律 其实也还牵涉到法律以外的相关的事项 所以它应该要多元 透过多元的组成 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 或者会彼此的学习相互的说服 形成共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此而言 我是同意林委员你所说的 至于具体的各提名人之情情 除了我个人 很抱歉我不是第四款而是第五款以外 其他的被提名人究竟是 总统一何考虑 以何条款予提名 这个我有的是不知情 有的我也不便有任何的看法 好 了解 大概我们很确定的就是 用第二款提名的是没有了 因为检察官身份的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遗憾的 好 接下来时间不多 我刚刚在台下 听了整整十五分钟 这个其他委员跟张院长对答 其中他提到这个 同性婚姻的这个法律 那我听你的回答 我相当的赞赏 就是说你讲到就是说 法律 立法或修法 其实不是大法官的职权 大法官可以立法吗 主动提出立法吗 是我们宪法所没有赋予的大法官的政务 是 立法是属于立法权的 所以应该由立法院去讨论 形成共识 而不是由大法官来指导 应该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审查大法官的过程当中 当然很多委员会问到 许多大法官关于两性婚姻 这个平权婚姻 同性婚姻 以及宪法的适当或不适当 或是宪法有没有瑕疵的问题 甚至死刑 关于刑法 死刑规定 是不是要废除修改 等等问题 我倒觉得大法官应该像战院长一样 对于这个法律的修改 现有条文已经在那里 对于法律的修改 不必要表达太多的意见 像你刚刚讲的 你保留了你的一些主观的一些看法 但是你们在解释宪法的时候 视线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要依照什么 依照现有的条文来解释吧 不能依照自己认为完美的宪法 来解释吧 我的这个讲法你认同吗 我基本上认同 法律就是法律 现在的宪法就是现在的宪法 请大家尊重 谢谢林委员 谢谢张贝提名人 下一位我们请 徐委员 曾蔚 讯问 寻导时间为15分钟 主席好 麻烦请我们詹提名人 请詹贝提名人 薛恩海 詹贝提名人您好 辛苦了 今天一下午的执行 在您的资料里面 您是专精在民法 还有很多的 像消费者保护法 以及我们的法学的专家的部分 那在这里 本席上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宪法是 人民权力的保证书 大法官对法律的解释 具有拘束全国各机关的效力 人民的权力最后的防线 还有救济的管道 更是解决宪政上 其一纷争重要指标 所以表面上感觉 大法官跟民生问题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 以刚才讲的 我们消保的部分 消费者保护法的部分 民法其实这都跟我们民生 息息的相关 所以在这里 本席想请教几个问题 有关于人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现在 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了 那我们现在台湾和大陆地区 还有外国人士 通婚已经非常非常的 这个频率也很高 也是常态了 所以现在目前台湾 有超过50万的新住民 还有20万的新台湾之子 其中包含了67%是从大陆地区 您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吗 这个详细的数字我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 我有一些的亲朋好友 他们本身就有 跟大陆的相关人士的一些 因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 所以对于我们用国籍法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两个关系法的部分 这个本席想就这个部分 您看看是不是符合我们宪法的 这个宪法的平等的原则 还是有违背宪法的平等原则 像我们大陆的配偶的部分 是要六年才能取得身份证 而在我们国际法里面 对于这个外配的部分 是四年就可以取得 那对这个部分 相信您接触的案例也很多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或给予什么建议 先讲一个真实的案子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并且她的太太 也是我那人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就有一位大陆的媳妇 我跟那位大陆的媳妇 也因此经常有机会往来 不只从她成为台湾配偶以后 她才感受到 好像法律对她的不便利 事实上在她结婚之前 就已经开始这种不便利 然后我坦白讲 因为那是一两年前的事情 我也是从那个案子才开始注意到 台湾人民如果跟大陆人民 有婚姻情形的时候 会有一些如何法律上面的规范的情形 不过这是现行 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明文的规定 在该规定之下 我们来看看她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至于诉诸平等权 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我们是要从具体的条文来开始审查的 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宪法政策条文 是不是要考虑到两岸的通文越来越普遍 从前立法当时的考量 据我所看到的立法的说明 是恐怕会利用所谓的两岸婚姻 而大陆大举所谓的入侵台湾 这样的一个立法背景 在现在是不是还存在 有没有那么多的大陆人民 愿意被当成所谓的入侵台湾的 我虽然没有实证考虑 但是我是有点存疑 所以是不是应该从立法上面去考量 如果当时制定的时空背景有的改变 从立法上面去着手 或许是解决的一个方法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现在就从我们两岸关系的部分 来做立法的修正是不是 这是我建议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不用对于我们违反宪法的平等的部分 再提出我们大法官来实现的部分 其实您已经做了说明了 当然宪法第七条的所谓的平等权 它不应该区别男女 宗教种族党派阶级 更不必去区分台湾的人民跟大陆的人民 至于有什么现实情形之需要 那是个案来考量的 是 好 谢谢 谢谢张贝提名这么理性的说明 还有另外刚才本席也说 其实我们这个部分 针对大法官的 其实这个部分 有时候跟人民真的是息息相关 因为现在消费的形态是不同的 尤其我们又专精于我们消保法的部分 在这里本席想就叫我们现在 网络交易盛行的部分 这个也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还有纠纷 但是实在是无法可管 相信这个大法官也经受很多的 这个人民的投诉 或者您身边也有很多的案例 就像这个江会 这个告别演唱会 也是这个黄牛 把在网络的平台上 这个代购 然后造成了很多的纠纷 付了钱 消费者付了钱 可是这个卖家逃走了 但是找不到人 求述无门 所以在这个部分 有关于我们网络交易的部分 我们大法官您的看法是 我们是要立专法呢 还是在现行的我们的消保法里面 再做修正 其实如果能够纳入消保法 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法律真的不要立的太多 有一个专法 从其专法上面 对所有相关事项来加以规范 这是最佳的一个立法方式 所以如果未来在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争议争端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我们大法官的部分 在立法院一贯的修法的过程中 您也可以提供 或者是让我们整个保护消费者 以及在这个司法 执法的过程中 让他更顺利也更圆满 在这个消保法的部分 能加以协助 也给予很大的建议 消保法是我二十几年来 所热终研究教学的项目 的确 但可能必须针对刚才 委员您提的问题 说明一下 如果如果我能够通过大院的审查 而担任大法官 恐怕就不太适宜 针对法律案的制定 有个人的一些意见 我对我自己所能够期待的 是透过写文章 来做一些的表达 但是对个别法案 特别是咨询上 我恐怕有一点犹豫 其实本席这样说 您的这个徒子徒生这么多 没有 真的 让这个消保法 让它更加的完备 尤其现在交易的行为 是越来越多元 那这个部分 又是您的专长 您的专精 那这个逃离满天下 没有不敢 让一部法更符合 人民的需求 以及执法者 它依法有据 这个真的是需要 我们这个被提名人 这个可以协助的地方 那另外 本席想请教一下 这个就与我们司法改革的部分 台湾到底是民主法治 还是民粹专制的国家 我们这样讲 司法究竟能不能独立 以目前台湾的媒体 非常非常的发达 有很多的司法案件 媒体未审先判 或者是制造了舆论 让判决造成了影响 而让民众重新信赖司法的 这个最好的方式 是让人民参与 整个司法的审判过程 可以避免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 还有法官滥权的疑虑 所以呢 请问过去司法院推动了 这个人民参与的审判制度 您支持司法改革制度吗 对不起 我非常严肃看待 如果将来当任大法官的这项职务 因此在今天的答复上 如果是与纯粹司法行政有关的 我不太认为我能够做合适的答复 但是如果是诉诸到宪法相关的条文 我想站在这个位置 我依旧可以表达一点看法 关于人民审判和宪法相关的 应该最主要的就是宪法第80条 因为我们宪法第80条 是写着法官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这一条所谓的法官 可不可以引进人民 这是可以从宪法的观点来看 那我在我所已经发表过的 相关的答复上面 我是肯定宪法第80条的法官 是可以报夸人民的 独立审判 请农委员让我就80条的观点 来答复你的问题 谢谢 所以您就是独立审判的意思 是吧 如果从宪法第80条委员 我认为假设司法行政机关要引进人民审判 我个人认为并不违反宪法第80条的规定 是好的 那为避免成审法官的预判 将采用我们起诉状一本的部分 那对于现行的这个刑法诉讼的制度 是否会有影响 另外呢 外界对于我们司法院规划的这个参审 这个就不用说了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 那对于我们现在起诉一本状 起诉状一本的部分 这个部分您是赞成还是反对 一样这个也是会牵涉到立法政策的选择 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大法官或是大法官被提名的人 应该表明的立场 那当然我们会去审查立法机关 对不起了我不应该讲我 我是说大法官会从宪法的观点来审查 以起诉状一本主义所制定的 特别是行诉状法 是否符合宪法相关的规定 当然一定是宪法第八条 所谓的人民之自由权 或者也许会牵涉到宪法的人民有诉讼权的相关规定 也是一样请委员容许我 谨同宪法的相关条文来回复你的问题 因为起诉状一本的话 这个要规避到我们这个卷证不并送的部分 也不会让我们法官有预判 或者是以偏概权先入为主 那这个他的争议也是在这里 我想这个我们被提名人 您是专家您也说清楚 那另外对于我们现在目前 有一些司法的判决问题 判决问题层出不穷 这个有一些成审法官 陷于我们法律文字的苛究 还有社会经验的不足 其实讲到这里 我们的这个被提名人可能会了解 本席要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 乌龙 这个我们的这个 乌龙恐龙法官 或者是娃娃法官的这个部分 那现在好像去年已经有开始 针对这个部分有做一些修正 就像我们有一些是 必须要加入三年工作经验的 律师转任司法官考试 这个部分 他现在在实行嘛 您支持他一直往下推动嘛 因为现在其实人民啊 有时候对于我们恐龙法官 还有娃娃法官的判决 其实在情理上面 是没有办法认同的 可是又限于这个法律文字的苛究 在这里 所以才会有不同的 这个我们司法官的考试的机制 一样如何提升 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力 就这个问题 从法官可以有几点 可以去协助之处 这个基本上也是司法行政的事项 当然如果我还是从宪法出发的话 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 宪法第八十条的所谓的法官 宪法第八十条看起来只要求法官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不受任何的干涉 好像没有要求他要去做出 符合人民期待的判决 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宪法第八十条 去对法官有所谓的应做出同理心裁判 这样一个解释 这是我个人目前的看法 谢谢 是 所以谢谢我们张贝提名 您的表述 这个本席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您的资料非常非常丰富 尤其其实在我们的关怀弱势的部分 这个本席是非常非常地关注的 这表示我们的这个被提名人 您是非常非常地有同理心 而且非常有正义感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祝福我们的被提名人 谢谢您 谢谢委员的知情 谢谢 谢谢许委员 谢谢张贝提名人 谢谢 蔡美兵人 請問您現在的職務是什麼 我是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專任教授兼法律學院院長 我想請問您大法官的職責是什麼 法官的職責我們憲法有平衡規定 最主要當然就是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以及我希望不發生就是 總統副總統的彈劾和政黨的解散 是的 那他的權力是來自哪裡 權力直接是來自於憲法 但其實是來自於人民的賦予 他是來自哪一國的憲法 當然是我們中華民國 應該是中華民國 所以大法官可以說也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守護者 是的 我想請問大法官的權力既然來自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你又是被提名人 那你能夠大聲的說出來你是中華民國的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嗎 這沒有任何疑問 我是中華民國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因為最近我看了電視啊媒體啊報章雜誌報導 有一些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喔 這個他說他只對自己的良心啊 那你如果對唱國歌的話你唱得出來嗎 我剛才已經有回答了 如同成為你我也是從小就唱國歌的 不過我希望我以後唱國歌不會有人注意到我究竟在唱什麼樣的文字的文藝的國歌 這是一個法律人希望能夠有的一個期待 特別是如果作為大法官之議員的時候 我前幾天對行政院長總質詢的時候 因為電視上在國慶那天我看到他嘴巴沒打開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從小唱國歌不曉得他的自辭自義 只曉得唱 那我要問我 您接受高深的這個學識 國歌對國家是很重要的 國歌也是對國家一種認同 這一點相當重要的 我希望 你有機會如果當大法官 也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守護者 我覺得國歌國旗 我們要與以尊敬 好不好 我絕對尊重中華民國的國旗及國歌 不過國旗中華民國憲法第六條文明文規定 國歌卻不見諸於憲法及憲法徵修條文 最近報載您是廢死聯盟的五人幫 您認為是不是 我看到您的大名也在榜上 廢死聯盟 這恐怕有誤會 我沒有參與任何廢死聯盟 沒有 針對死刑是否存廢與否 民間監督大法官人選的聯盟 曾經發行給各個大法官的候選人 那麼張貝提名人你曾表示 既然既有之大法官解釋 與死刑之刑事法規定有關者 皆明示 死刑並不違憲 那麼請問 如果您順利當選 您會不會對自身與死刑的態度 重新解釋 死刑是否違憲 我的確會重新檢視 死刑是否違憲 我在回答相關問題的時候 是引用 既有的三號大法官會議解釋 那三號大法官會議解釋 但是基本上都認為 在現行憲法上並不違憲 但幾乎都是針對個案的情形 我個人感受比較強烈的就是 很早以前的一位 胡關寶先生的那個case 那個曾經還發生 如果我印象沒記住的話 他能到總統府面前去跪著 希望總統能夠予以特色 以免除死刑是否違憲這個爭議 但是一方面總統並沒有特色 他方面大法官 依舊關上救濟的大門 這一幕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一號解釋是說 因為我們刑法本來就有第59條 法官得是個案情況 如果犯罪情狀刑可民宿者得以減輕其刑 透過刑法第59條 那個被告就不會有所死刑的 但問題是法官在個案裡面 是不是引用刑法第59條 而免除個案被告的死刑 那是法官之權限 而不是被告自身應擁有的 不被處死刑的一個權利 所以就此而言 如果有機會 我真的不希望 我們台灣有太多死刑的case 如果請容我也講 I have a dream 或是I have some dreams One of the dreams is that no one in Taiwan will be punished to death 我真的是期待這樣一個情形 我們自古有云 殺人則死 殺人則死 您聽過這句話吧 當然 那是劉邦進入漢城市的時候講的 對 因為台灣的司法令本席最近非常擔憂了 那是劉邦進入漢城市 進來你看發生很多的殺人事件 四母案 還有這個學長 殺學妹 還有割喉案 那麼都因為法官說判定 有可教化的可能 那麼從死刑到無期徒刑 那麼讓這些殺人者的兇嫌 可以在鬼門關前 等於繞了一圈又回來了 那麼部分法官濫用這個教育型 引發社會的一個討論 那麼教化真的有用嗎 那我們從數據來看 大概殺人罪入獄的大概有2007件 那麼其中87人有前科 有前科 那就表示他再犯 再犯 那麼可以說4.1%的人有再犯之餘 所以當法官所認定的可教化的殺人兇嫌再犯 請問這些判決的法官 他說有教化可能這些法官可以負責嗎 我不便在這邊對個案的裁判有所 批判 但是讓我想起也是很久以前的一個案子 死刑案 一個原住民姓湯的原住民的那個case 大家都比較關注在他 最後依舊被執行死刑而賦予無限的同情 可是我另外注意到 在他被判死刑到後來被執行死刑的期間 那個死者的家屬吧 到監獄裡面去探望 甚至也因此跟他成了好友 那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幕 那是超越法律以外的人性的真正的表現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法官 包括我自己 能夠從這些所謂血淋淋的案子裡面 去體會到人性的尊嚴 以及生命的可貴 那在監獄裡面還有多少死刑犯 您知道嗎 詳細的數字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代執行的案子 但是剛好也是前幾天 徐志強先生的case 他21年徘徊於鬼門關之間 前幾天他終於無罪確定 那也是一個 我們在決定死刑是否應該存在於台灣時候 大家可以學習的一個真實的案例 我們就覺得煎疫裡面一些死刑犯 那一種有的關了十年還沒有被槍斃 他那種每天的煎熬 就趕快把它解決 把它處分就好了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法務部長啊 那位到人士 我覺得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狀態 那個前提是因為 他們是被依法判處死刑 如果他們沒有被依法判處死刑 他們也就不必每天晚上去報紙所載 一聽到勞門前面有聲音 他們就開始恐懼 大長 現在也就是剛才像許委員前面也講的 社會上還有很多的恐龍法官 他可能不食人間煙火 他對自己判決的責任 他根本搞不清楚 那麼對於這個刑案兇前以不符比例原則來量刑 讓我們台灣的民眾對司法失去信心 那我想請問 如果未來您順利了擔任的大法官 對於司法的改革有什麼作為沒有 我是被提名為大法官 而不是被提名為司法院的大法官兼院長 或者是副院長 那關於司法改革其實絕大部分是屬於司法行政 也就是院長 副院長以及相關的幕僚人員負責的事項 作為一個大法官 當然絕對期待司法改革能夠成功 可是從大法官的職務上 其實是不應該對司法改革有任何直接的建言 但如果從憲法的觀點上來看 憲法第80條是明文規定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對 它還有一句超出黨派以外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這邊是大法官可以去做為觸角到司法改革 如果以憲法第80條為依據 引進人民裁判 是可以符合憲法第80條的規定 那引進人民裁判 那 似乎是司法改革中的一環 您在台大受課的學生表示 因為您曾經擔任過律師嘛 那可以從比較務實的角度學習民法 但也有提到會看到民法中透露出一式資本主義的味道 或許是在法的特色 針對以上你有什麼看法 對 您指的是學生的這樣一個想法嗎 您在台大受課的學生表示 就是可以從一些務實的角度學習民法 也有提到說會看到民法中透露一式資本主義味道 或許是在法特色 在法它主要是牽涉到四人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 那位學生所謂的資本主義究竟真正意涵是如何 我不知道 所以我也無從去替那位學生所謂的在法 含有資本主義的味道做任何之解讀 但是我勿您更認為在法具有人權保護的味道 具有相互尊重的味道 這個是在法的一個很高的指導原則 也是希望研究在法 使用在法的所有的人能夠去體會的 一個最簡單大家可以去體會的就是 我們在非常要求所謂的誠實信用 這個誠實信用 它究竟跟資本主義有著如何的關聯 這是個人的檢讀 但是它絕對可以立即於對他人的尊重 那請問詹願長 有網路上在評論 台大科技法律研究所招生 有黑箱作業 如果您的兒子 以及羅昌發大法官的兒子 你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解釋或說明一下 羅大法官的兒子有沒有讀 台大科法所 对不起这个我不知道 我也可以公开说明 我是台大科技法律研究所的 第一任的所长 但先从我儿子讲起 我儿子报考那一年 我刚好出国研究 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 请容我说明 我儿子报考研究所 没有让我知道 他可能怕考不上 非常不好意思 我是他考上以后 我那时候人在美国 这个都有资料可以查询的 他考上以后他才跟我讲 当然您所说的 我也曾经在网络上有看过 但我所能说的是 绝对没有任何黑箱作业 第一个我儿子考的时候 我没有做任何愿务的参与 我自己担任两任院长的时候 我的 对不起担任这个所长的时候 我是先担任所长 我在办理科法所的招生作业 绝对没有去跟院长有任何的联系 也不会受到任何不当的影响 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是院长 但是我们科技 法律研究所的招生的日期 特别口式的日期 我完全不知道 都是我们现任的所长所办理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那张贝提兵人 谢谢您的说明 谢谢您 那么也祝福您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好 谢谢陈委员 谢谢张贝提兵人 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 超明询问 寻答时间15分钟 院长还有我们的张院长 大家午安大家好 有请张院长 请被张贝提兵人 在法律的理论 在法律的基础 在法律的理论 你是台大法协议院长 所以我今天不跟你谈这些 因为我不敢在孔夫子面前卖文账 不敢不敢不敢 在关公前面耍大刀 法律是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可以学习的 然后我现在以民间的观点 我要请教您几个问题 这可能跟你大法官没有关系 但是跟司法的改革有关系 第一个请教 现在我们的总统 都是台大法律系出身的 你是台大法院长 所以你是训练总统的导师 但是我看到这几年来 你训练总统很成功 但是训练成功的总统 大概到目前为止都不成功 你以法学院院长的观点 你怎么解释 你不要看我这样问你 我从你观点我就能了解 你们法律人的思维 因为我时间有限快一点 我可以很快地回复 第一个 陈总统 马总统 蔡总统 都不是 他都是我的学生 他都是我的前辈 第二个 当然 我是法律学院的院长 应该为法律学院的一切的 我是说你既然法学院长 你应该把这个单位主题研究 你们关在向阳塔里面 我要点出你一点 你们自我保护 自我中心太重 你们是高坦扩论 没有失误去解决 所以没有信念成功的院长 我现在跟你说 我给你问这问题 我后面还有 给你点到为止 所以你法学院 你们都没有误使 所以 国家给你们那么大的资源 信念了那么多 没有因为成功自由要检讨 你说要改进 第二个 我谢谢陈委员指教 好 思外改革 从李登辉总统 陈水扁总统 马英雄总统 历经17年的司法改革 改革到最后 民众的信任感 只有28.8起 这是天下杂志的 你认为它的原因在哪里 我请融我以 简单 法学教育的观点来看 不是从宪法的观点上来看 这个有很多方面 我想大家也都提过了 大家的看法我基本上赞同 我们应该要从法学教育开始 让在法学院的学生就了解 他具有多神圣的使命 我经常跟学生讲 好 这一点我就承认 但是你不要带着微笑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民进党里面有一个元老 他说要把司法官的考试制度把它灰尾掉 现在司法的信念历练都太短 不晓得人间的时事 你有没有赞成 我给你问 你只能在准备大法官的考试啊 你这样子真的不像我们立法委员 什么事情都要倒 第二个 民间的话问题 你自由心证 政据主义 经验法则都不去承认 都只能法官在这一年 我是现在讲 你在法协议信念的学生出来都变成这样 第三个 司法官跟检察官互相尊敬 他检察官提示 他把他判没有罪的时候 检察官会找他麻烦 没有法律之心 我给你简单说几条 我不是法律人 但是我们碰到很多师傅的观感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称赞你一点 说法治教育 所以以前人家在信念 手法的精神 现在不是手法 手法是抱千天的思想 叫我乖乖的 结果违法的人都成功 我手法的人都失败 要法治教育要成功 担心你做院长没有把这个观念吃去 只有在嘴巴里面讲 我告诉你 制度其实有改 但是你们教出来的学生 到现在人性都没有改 你们自己要检讨啊 所以你讲大法官要跟我考试吧 自己人关了自己 自己革自己的命 有多困难啊 你有那种气魄去改吗 如果你以邪式的力量来做改革 反而会比大法官还好 不过你觉得教育制度里面 有改革 我承认这一点还进步 其他不一定懂 我们是实务派的 再来 第二点 刚刚的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让人民亲近司法 让人民抵抗司法 不对的地方来 你都不可以加切 只要被法条了 我讲的你听得懂吗 是不是主席我先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 也可以用代理来回答 简单都可以了 让你跟底下 你不知道在这儿 时间时间要保护的 如果主席时间要给我延长一点 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答快一点 因为委员你是有东西的代理 有东西的国际 所以我也有东西的代理 有东西的国际 这里来这里来 这个都可以用 首先我跟委员报告 我在岳口的时候 师兄跟学生说 在法律 有一个真重要的 真心性的管理 我跟姨姓做 实底下请教练 姨姓只能救人 可以救人吗 我可以 我可以 都有崇高的理想 我也会讲 跟政治人物讲话 所以难怪法律系 跟政治人物也差不多 法律人 我跟你跟你说一句话 法庭都讲假 大家也这样就讲 我不想谈论那么多 我问你几个关联的问题 好不好 你跟我讲得很伟大 我可以跟你讲 很多我们反驳 我们听的话 这就是实物 这就是实话改冠 要真正找对问题才能解决 不是你们这家家这样就讲 好 因为我看你们提名 只有两个人实物的经验 其他都是当教授搁理 再来 好 改天我要请教你 陈局市长 说为阿碧总统请命 因为他认为是政治实现 林前院长太阳发 他认为政治实现 所以这以后要尽是合理合情宽容的处理 你认为这个事件是不是政治事件 这是个案事件 个案事件你们法律大法官都是不评论 但是我征求你的观点 我们是苏底下我们就可以 苏底下我们跟你说 但是我说你能够我什么叫做政治事件 什么叫法律事件 我杀不勒 我地方委员杀不勒 看怎么用别人知道 这是个案事件 好 我听你定义 支持我方的民众抗争 我要解决叫做政治事件 不支持我方的民众抗争叫做法律事件 法律最重要的原则是依法行政 对不对 没有在法律上是人人平等的 不管哪个执政党 不是啦 他所做的事件应该是 我还说像这样抗争 把政府包起来都不是法律事件的 那我以后有样学样 我去包围 我说我任何事情就是政治事件 我要跟你说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到现在我价值混淆 我都整个观念改变了 我请教你未来的大法官 教我什么叫政治事件 什么叫法律事件 你知道我们在说就是依法行政 怎么用政治事件来解决 我感觉您现在做大法官就不敢乱说话 您做大教授的时候就是 您是维持司法独立 怎么可以用这样解决 我搞不分 你搞不分 法律事件跟政治事件 真的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 所以我只会说 看你刚刚讲的 但是真正碰到问题 你们真的没有拿着你们担当 把这事情讲清楚 你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讲 因为大法官你们人都一定会过 我相信你会过 但是我给你记者的事情 你以后大家再处理 你只要拿去释憲的时候 你要去好好的持续横幅 所以你们一直在反威权 等你们要上位的时候 你们的威权制度不讲了 你们是成贵主义 你们这个理论我现在在看 我没想看见你们 你应该说妥不妥对不对 你跟我说不单独个别的事件 我现在也经常想什么个个别事件 其实这个是通案 这个问题考虑 我晓得你们不敢回答 如果我通过过院的审查 并且也经过总统的任命 我会谨记 未来的都讲得很勇敢 但是目前回答的不敢乱讲 因为有几个被修理过这个 还有讲到Face 你是赞成的对不对 中局上是赞成的 都是赞成的Face 都是赞成的Face 我反对你 不是 我不反对你的见解 但是我不正同你的见解 你们都跟我在讲说要保护说要配套的措施 你会不会想到一个观点 在鼓励变相 在鼓励变相杀人犯 鼓励死刑犯 都用教化 还有民进党最崇拜的美国跟日本 都没有Face 那个 张院长 我们打赌一下 如果你们的外围的民间司法改革主席 你做了很多 叫他们去提Face 台湾反Face 85%以上 蔡英文总统叫我们要有民众要有官长 要亲近司法 你们大家为了选票 为了潮流的立委 觉得我是人权的维护者 致命得应 在这个时代 我们台湾的环境可以吗 务实一点 我跟你讲 你看法怎么样 有胆量 你叫你附谁指示民间改革 赶快去提Face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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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拆掉你们来做 所以你们都用人权党会吃Face 我给你讲 这是变相鼓励杀人犯 永远记得 比我们先进的美国日本 我们最邻近的 当然你们都是以欧洲的想法 我会死 我是潮流 我是先进的 拜托啦 国家这样你不爱 所以记住我的话 好不好 是 因为要跟你说话 我们现在 他们在谈论 我们现在在谈论 我们在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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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谈论 我们在谈论 这个 你以为我不懂了 我要听你来背译诗 其实他的前无理念 大法官要超出党派 独立行使之前 不受任何干涉 但是我所有这个大法官 你告诉我之前在哪里 前面都不讲 你们在逃避什么 在躲避什么 在回避什么 对不起 那是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我刚才讲的是位阶更高的宪法 不是嘛 宪法对嘛 所以你们厉害嘛 大法官 我现在问你大法官 跟你的职责 最先的自我要求嘛 谢谢 所以超出党派 大法官行使之前 也必须超出党派之外 我现在跟你说这大法官 不是之前 我可以在这里重复三次 虽然不是台大的 我是政大的好不好 谢谢 我跟你说超出党派 超出党派的政治意识 超出自我的政治偏见 独立行使使权 谢谢陈委员的提醒 所以我一直要教你们 我看你们都转来转去 都在回避 陈委员你愿意听我讲三次 户贵不能赢 为你不能去的道德勇气 来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有你的那个 你大概晓得我要问了 我问你要 你要深重 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或者不正常国家 照英文讲的 please define 你这英文 不要用英文来回答 你在怕什么 对不起 请先 我英文没有那么好 我英文没有那么通 你用这个英文来回答 你知识高吗 没有没有 非常对不起 我是说 所谓的正常 因为每一个人所了解的正常 你这边 我只问你直接回答 正常或不正常 用国语就不懂 要用英文来回答 台湾绝对是一个正常国家 中华民国绝对是一个正常国家 你表示院长的跟你不一样 他用东西的了 好不好 你们不要关在自己 向而塔里面 我们现在两边的关系 叫做互不承认治权 互不否认治权 设计他一块 不是法庭里面说变来去 东西都跟台湾跟中国 大家都不一样 我真的听到那种院长的讲话 我觉得很悲哀 不正常的国家 你就是不正常的大法官 不正常的院长 跟你们一句话 你们逻辑很会变 但是我看起来很那个 第二个 你认为三民主义 是不是有问题的主义 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前员 所揭示的一个 你们有几个候选人讲 说他有问题 三民主义读一下嘛 民有 民智 民想 他跟民进党执政的观念 理念都是一样的哦 都是一样的 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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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讲到 是中山间是世界各个人崇拜的一个历史的路 但是他没有共产党 一个历史的路 你们历史 你们历史 你们其次中华无论 你们没有了解的 还出名得益的良力 就是在这里 非常历史 但在说法中 我一直是一纪中华民国宪法 在实际中华 就确保 看外解除法 都能更轻易 解除你也不承认 一直在后面说 因为 我本来想说 那个叔叔可以说 我给你我爸 你那叔叔 都不承认 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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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把他 他怎么做哪里 我马上就被人家 所以 你跟他 警察都不承认 所以 你跟他人家 都不承认 但是 我 你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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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会 会 因为 他们 czas 可以 或许 你 你 你 他 就 说 如果 这个 有 这 記者 這些講的那一件事 這很厲害 當大王才能得到的 要有股權的力量 要有股權的負責 要有股權的負責 如果你把這個人都 算是 你不要把他把他人都說 那是看得很厲害 好 一分鐘到了喔 一分鐘 我建議蔡總統 提名的學院長 或者他叫 關列政府黨 葉建總的黨 他先進去以後 可以承受風險 可以承受風險 你們非常為了一年 助錢得益 高坦坡 這怎麼能夠當到的 超過兩分鐘了喔 陳委員 好 謝謝陳委員 好 謝謝 張貝提名人 謝謝 好 謝謝 報告全院委員會 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詢問 現在休息 謝謝 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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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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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托 中国信托发现不能交割的时候 从资讯 中国信托得知 到允许受害者把股票拿回去 拖了五六天 我请问一下院长 这件事情 热身的受害者 可不可以依据我刚才讲的 不管是举证责任的 转换 或者不能预约免责 或者用的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来要求受托的金融机构予以赔偿 你的专业建议是什么 对不起 王委员 就如同我刚才在回答其他的委员时候 对于个案 我真的不能够有任何意见的表达 但我非常赞同您刚才讲的 民事的举证责任的转换 是有它一定的道理 除了刚才委员你所提到的 相关的条文之外 我们也还有在民事诉讼法的第277条 淡书 那个更是民事举证责任的 所谓的帝王条款 或者是祖宗条款 在那个地方就已经有民事了 就是说本来是应该要主张有利于自己之事实的当事人 就其主张之事实要付举证责任 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势的时候 他就其主张的事实是不必付举证责任 而是要反过来由对方来付举证责任 实际上最常见的大概就是医疗案子 因为医疗案子上面的病人可能是富有之人 但是他却是兼权医疗的资讯 所以你可以提这个 因为今天大法官每个人问的 我会十岁 那有的我相信你也听不懂他在问什么 但是不要笑我没有暗示谁 但是我现在要问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对台湾一般民众比较会接触到 衙门司法的其实是这一块 他们常常是医疗上弱势 或者是像勒森这个案子 或者TIF这个案子 他在金融知识上的弱势 所以在民法 消保法 或者金融消保法里面的设计 以前是要供的那个人要负举证责任 但这里面特别是把他转换回来 变成是拥有资讯优势的人 你要去证明自己无过失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包含TIF衍生性金融商品有19家银行 他跟人家的契约 他跟上手银行的契约也没有揭露 他寻找的客户每一口就要100万美金 也不能说是政经地位低下 有钱 可他对这个商品的不了解 完全不符合我们消费金融保护法里面相关的条文 你也许不便在这边谈论个案 但我希望未来的大法官 你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价值 就是台湾的法律会去保护资讯弱势者 这个保护资讯弱势者对现有的法律已经有的 你们会去督促它去落实 这就不是讲个案了 就这部分我是不是给你一分钟你可以表述一下 是的 关于消费者保护法 除了刚才委员你所提到的那些条文之外 其实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第四条及第五条 更是揭示资讯揭露的重要性 请罗文念一下 他第五条说政府企业精英者及消费者均应自力充实消费资讯 提供消费者运用 必能采取正确合理之消费行为以维护其安全与权益 这是消费者保护法第五条的明文规定 他课语的义务主体是政府 这个最主要应该是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要去制定 法律 对 充分资讯的一个法律 那他第二个被课的那个主体是企业经营者 所以企业经营者在与消费者交易的时候 他要提供充分的消费资讯 张院长 其实该这个部分我们慢慢读 会读懂 但是社会大众 尤其受害者火急攻心的时候 他读不懂 所以特别提到那一点就是说 政府的态度要做出来 比如说TIF这个案子 或者热胜这个案子 政府应该就这个法条的精神 去协助 而适用的法律在司法界 应该本于那个精神保护资讯的弱势者 而他做出来的结果 受害者也许不晓得法律上是怎么弄的 他会知道 我可以信任司法体系 我可以相信政府会让我得到公道 我在不知情的上下受害 素以异计 这个部分我觉得 如果你到司法院里面的时候 这个精神请你把它落实跟推动 那很多在现在社会上的乱象跟怪象 司法本来是最后解决的方案 我不希望它成为不被信任的一个制度 那该由这个衍生下来 不当胆产处理条例 那不当胆产处理条例呢 里面其实也有矩阵 转换或者导致的情形 有人说这个是违宪 有人说这个设计是变成违反无罪推论 你怎么看 第一个他与违反无罪推论应该是无关 因为无罪推论是刑事诉讼的问题 那党产它并没有涉及到刑事诉讼 不让党产条例处理这一块 没有处理刑事的这一块 对 那唯一您指的是 不让党产条例的第五条的第一项及第二项 就是它要证明合法来源 才是合法党产 唯无法证明的一年后 它没办法举证的就予以末路 你看这个举证责任的转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它跟无罪推论根本是无关 你看这个设计 你的评论是什么 坦白讲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设计 当然对个案我还是不便表示意见 这不是个案 这是我们一个条例 这是一个适用的法条 是是是 所以请我先声明 我在谈这个条例的时候 并不把它细诸于任何 特别是现在系组中的个案 这个案子的立法的原理应该是 一个政党 如果它的财产在扣除 它的所谓的党费 政治现金竞选前 以及中的捐献和竞选后的 政党补助之外 合理合法的来源之外 就显不相当 那它有义务要去说明 为什么会有这些 与收入显不相当的财产的状况 我想这是 不当党产条例 第五条第一项 第二项的立法的意志 在此范围内 它应该是跟 我们民事诉讼 有关的举证责任 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所以不违反 所以不违反的话 至少这块一部分 连民法的举证责任不违反 更不要讲到违宪这一块了 那就这个部分 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现在 因为你留学德国拿博士 我们的司法制度 比较像德国 我已经问到 你是第四位 还是第五位大法官了 你赞不赞成 对判决的案子本身 我们的宪法法庭 可以比照德国 有这种 诉论宪法解释的一个方式 或者有人讲 这是宪法异议 你赞不赞成 目前是不可以 目前只能做 适用法条的解释 但是被判决定案 比如说郭瑶奇这个案子 他只能从再审 或者怎么样子 我现在不让你凭这个个案 而是我们 我看到不管是院长 或者被提名的大法官 对于人民可以透过 对判决定案的案件 本身侵犯人民权利 可以提起宪法异议 或者宪法诉论的设计方式 是支持的 那我们不希望支持 到最后变成是 在这边支持 未来都没有落实 在德国有90%的案件 都是这种案件 大法官其实忙得 九成的案件 是跟人民有关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部分牵涉到司法改革 部分牵涉到当事人 基本人权的保障 我对司法改革 究竟是否 适宜引进宪法诉讼 我不表示意见 但是我从宪法上有关 维护人民的诉讼权 宪法诉论这个事情 对 那我是赞成的 所以你赞成就是 对现有审判制度 判决的案件的本身 应该可以是申请示宪 做裁判 这个是可以从宪法 保障人民的诉讼权上面 去得以推论的 你知道司法的陌生 司法让人民的畏惧 我不讲敬畏 我讲畏惧 司法让人民的不信任 我们有多大的期待 你们这一届的大法官 或者司法院院长 副院长 把冷冰冰的条文 变成改革的动力 然后让人民 或者台湾的法律的制度 可以感受到那个改变 很多都在这些 冷冰冰的条文里面 很多人是不懂 不了解受害 他最后呈现结果就是 对司法的不信任 我希望 郑院长你从学界 要进入到大法官这个位置 我希望你要记得在这边 寻答还有的初衷 请你协助不只是 所谓的政经地位的弱势者 资讯的弱势者 司法诉讼的弱势者 要把它弱势到 我们相关的法条里面 甚至于很多过去事件 都没有执行的 530号 我希望可以看到你们 把它弱势下来 我们是期待 也是祝福 我最后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概只剩二十几秒 我也不会跟院长 接三分钟 我希望在未来的司法院 我们要进行 司法国事会议的时候 不会只有法条 刑法这一块 民法 行政法 也应该把它纳入 司法改革这一块 因为很多 我们谈的司法改革 重要部分我们都知道 但很多民法 行政法庭的事情 其实跟人民的群立义务 会更相关 我们期待你们的提出 也祝福你 谢谢王委员 谢谢张贝提评人 下一位 我们请庄委员瑞雄 询问 寻答时间15分钟 院长好 我请我们大号官 被提名人 张院长 张贝提名人 方委员好 院长好 院长刚刚其实 听着你今天 在立法院这边的一些打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提名的大法官 的人选里面 外界可能会把它定性成 这批的被提名人 他的思想 他是比较自由派的 从你的打询里面 其实有时候你可能 过去在学术界 那今天到立法院来 我看你在打询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度混淆 混淆了 本事在这里跟你说 应该还好吧 我只看陈超明 我们那个大委员 给你问 问三民主义 他说是民有民智民想 我听着都会沙沙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第一章 那个总纲在讲的是在讲说 中华民国是基于三民主义 然后是一个民有民智民想的共和国 不是什么的三民主义 叫做民有民智民想的印章你知道吗 那是宪法前缘 我刚才也有稍微 我是怕你们两个在那里 我们在打水果里 说我们全国的同胞都会飞去 什么的三民主义 不是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 什么的民有民智民想 我冲到都会飞去 但是啊 如果刚才的回答有 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回答 那是陈超民自己在讲自问自答 你没有回答这个还好啦 但是呢 我看了院长你在 今天所提供的资料里面 本席吓了一跳 你说赞成中局的废除死刑 然后呢 支持同性婚 支持安乐死 甚至于支持整个代理孕母 这个是在台湾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争议 但是它当然也是一个 具有时代意义的 你可以去跟争论的一个 有名的问题啦 有在法学界啦 可是呢 不只是国内 连国外它也多争议 比如说第一个 废除死刑 你认为要中局 把他整个死刑给废除掉 我不晓得院长你的看法是 这个死刑制度的设立 当初将的一个立法 是国家基于对加害者的 一个报复 刑法那到底设定 要剥夺人的生命 是让他永久跟这个社会 来做一个隔离吧 那在整个刑制政策里面 我不知道 你怎么看 刑法我是差不多三十年前 已经设的啦 我是 你三十年前设的 你就有这么先进啦 这是不简单啦 但是问题就是说 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 要教育啊 是 刑法就是两大 刑法主义嘛 就是应报主义跟教育主义嘛 对 那当时我个人理解 可能是比较基于所谓的 应报主义从而有死刑的设计 但是随着一样 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社会的变迁 观念的改变 死刑是否依旧有存在的必要 是大家应该要去考虑 请同我重申 这个是我们立法院 首先要去决定的问题 大法官他不会主动去表示 死刑是否应该废除 大法官是应该先尊重 现行法律有无死刑 如果有机会表示意见的时候 才来从宪法的基本价值上 审查死刑是否合线 因为你这个位置中一半 我实际上说你这个中一半 你过去你在台台法学院 你是当院长 你比较重的 那时候你教没中 但问题就是说 台大法学院的院长 你讲话有一定的一个分量 当了大法官以后 会引领整个 国内对这个一个制度 一个见解 方向 大家说 你到台法官 你到台台法院的法学院的院长 能够为人拦高的 人家这样想可能有一个得力 你当然这样想 有你的一个道理 但是从这个过程里面 从你的答询里面 去谈出你对生命的一个价值 这个我是可以赞同的 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领域里面 我很清楚 我过去我看了你很多民法上的发表的文章 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个文章 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保护 牵扯到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问题 政府有一个长照的一个政策 这个利益都非常良善 就是说这个长照 如果是从 烟捐 从这个抽烟者 不管这个抽烟者是什么中下阶层 或者多高层 抽烟的一定各个阶层都有 可是呢 如果长照的裁员是从 烟捐过来 你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有差别待遇 有涉及到违宪的问题 当然 税法和宪法的关系 就是我们宪法第十九条 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 是 可是它纳税的主体 它其实不是人民 对 烟捐其实 我看你整个 我们的烟酒税法的一个规定 是磕税的一个主体 是制造商 甚至这些进口商 基本上也没说到吃分的人 可是现在很明确的就是说 一百分多二十块 一百分要来做长照 所以我们现在要吃分 我们怕我们来挺长照 所以不晓得院长 你对长照的经费 这些裁员 它是从特定的抽烟的人口袋 给拿出来 会不会有危险问题 当然最理想的理论就是 类似所谓的装款专用 我既然是从特定人 克的税 就应该用在该特定人的身上 这应该是最理想 但是从国家的财政观点上 或许没有办法容许这样子 那么我对税并没有研究 但是刚好也是看到 最近的这个议题 我是认为 如果专从吸烟的人身上去克税 要来转用于长照 是不是可以完全经得起宪法 从19条开始 对于税件相关的检验 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事情 真的就有点问题了 这就如同你开车 我要挺长照 我下次的来源 我就找那个有开车的 这个就很怪了 总不能我来弄一个法律说 你这个有穿西装的 你穿西装你就多一点 来抽一点税金 来给长照 我想这个的表达 这样的一个看法 这个非常感谢 那另外 我刚刚去提到说 一中你是很尴尬 就是支持同性婚 这个其实也是国内非常有名 全世界非常有名 那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彭志昏 在国内里面 大家都会去谈到说 时机是不是成熟的问题 民风如何的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院长 你愿不愿意再 阐释一下 你之所以支持同性婚 你的真谛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在当兵的时候 有一个应该算是长官 虽然不是我的直属长官 当然当兵都是男的 但是他的举止就让我感觉到 他有同性的倾向 坦白讲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怪怪 但是 或许是 聊得来吧 他好像比较会跟我谈 我们并没有很深入的谈 那我就慢慢对同性恋者的感受 比较有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个人一向是尊重别人 那我认为同性婚两个人相互之间 他不会去伤害到第三人 当然有人会从所谓的风俗习惯上来看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对 再跟委员你报告 我刚才来的时候是打计程车 我又问你那位计程车司机先生 我说请问你对同性婚有什么 他说他不赞成 我说那为什么 他说他就是觉得不好 那一样我们都是尊重每个人 那既然我们要尊重每个人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婚姻 我为什么要去屈服于别人的看待 至于宗教 特别在台湾 我不认为宗教是对同性婚的一个阻碍的理由 我们台湾是宗教非常非常自由的 宗教构成对同性婚大概是天主教 基督教 但是重来是如此 我不认为两个人当他们愿意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什么 我又不是基督徒 我又不是天主教徒 你们为什么拿基督徒天主教徒的教育来加注我身上呢 这对我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好 感谢 那我差不多知道你的想法了 另外就是说 法学界其实也争议很久 代理孕母 你这个代理孕母提出来 我跟你说 你的想法 我觉得是很自由 你这个在我们增加 你这个不是主流 但是 一个观念的一个行程 倒未必拘泥于任何一个时间点 我看行政院 卫福部可能也要送一个案子出来 代理孕母 目前在国内 他已经超过半数了 可是有几个问题 我就觉得很怪 光做观念的一个阐释 其实最主要是 问题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厘清 跟产生的法律问题 有没有办法去做解决 因为我们明月第七条 在说胎儿这权力能力 是以非实产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 是保护世为既已出生 你如果像这个 代理孕母 怀孕到一半 就好了 我没有做代理孕母 我的孩子我爱 我已经怀胎八个月了 甚至九个月了 要临盆了 后悔了 法律争议就跑出来了 或者说 那个委托人 死亡了 遗产的一个继承 这些其实牵扯到 我看过去 戴东雄前大法官 也对这些问题提出 很多的一个见解 最主要的 其实我本席的看法是说 代理孕母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但重点是说 我们到底是要给小孩子 孩子幸福 还是说我们在意的是说 这个孩子 是谁的 重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社会大众 到底有没有办法 对这样目前的一个代理孕母 大家有一定的一个共识 或者接受度如何 你对你的 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 除了刚才你所提出来的问题 美国发生最 有争议的 也是引起大家 重视代理孕母的 就是 后来 就是 学员的父母跟代理孕母 抢小孩的case 对 那当然你所提到的 万一如果小孩生出来的 却没有人要 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 第一个 这种发生的几率 不会那么高 会去想要 利用代理孕母的 这些 想要成为父母的 他应该会有一番的设计 所以我们 大概不必为了担心 少数的案子而来 妨碍比较多数的case 那当然 最好的是 立法是 我不但 容许大家去追求 大家的幸福 也对那些可能会遭遇不幸的小孩 设计一个很好的制度 那这个就可以从立法上面来加以考量 制定一个良善的立法 让想要有 透过代理孕母 有自己后代人 我想是立法者的义务 也是我们现代人 应该享有对国家的基本的要求 也是我们对这一批人 应该要寄予的关心 这是我的看法 那另外啊 赵院长 其实我看你前面有一些委员在打询的时候 你似乎用暗示比较隐晦的一个方式来透露出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在国内 到底对国家来忠诚 或者说对国企来忠诚 或者说对国家来忠诚 连这个我相信都画下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这跟法学院的议定 跟准大法官 可能应该通过的基地会很高 其实把内心真正的信仰 让人民知道是一件好事 所以本席要在这边再追问 就是说人民真的对这个国歌有忠诚的义务吗 是有哪一个法律条文告诉我们说 你不喜欢唱这个国歌 你是不忠于这个国家的 甚至于有一些在野党的委员在问 你不喜欢唱这个国歌 下一位我们请州委员春迷询问 巡打时间为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那麻烦主席有请专备提名人 请专备提名人 院長好 那就延續剛剛幾個委員對你的提問 那當然剛剛幾位委員有提到 有問到你唱國歌 尤其是開口的第一句三民主義這個歌詞 那院長的回覆我覺得很睿智 你大概是從美國的大法官的例子 然後呢 也 轉了幾個彎說大家也不一定在乎你在唱什麼 所以我想說你大概是想應該是要透過唱國歌與否 有沒有唱國歌有沒有唱三民主義這個歌詞與否 來證明來確定說這並不是你對國家 這不是來證明你對國家的忠誠的方式或者義務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就如同我剛才最後回覆常委員的詢問一樣 國歌並沒有規定在憲法 唱不唱國歌對一個人 對這個國家有沒有認同 不管國歌有沒有規定在憲法 當然我們有守法守憲的義務 只是說這是一個價值嘛 政治上的價值 那國歌唱國歌與否 唱這個歌詞與否 並不能去證明說這個人對於國家的忠誠義務 我想院長的意思應該是很明確可以做這樣的結論 那剛剛老師大概 院長大概在口頭補充報告的時候 我們也很明確的聽到 你很認真的準備了上次我們在公聽會的一些相關的提問 大概關於費死 還有關於性別平等 就是同性婚姻 還有安樂死 還有剛剛提到的代理育母 還有這個原住民自覺 那代理育母的問題 剛剛那個院長是很明確說 你是贊成代理育母這樣的一個實施嘛 那院長在1987年 有一篇你登載在萬國的期刊 那你那時候是 當然我們看著整個文章 並不是去 不是你個人的表述 你大概是介紹了西德法院的裁判要職 那中間有一個判決的理由 是這樣認定說 借父生子契約 就是代理育母契約 由於是以孩子為法律行為的課題 並因而使其淪為交易的物品 而應該認為該契約 含有違背善良風俗的特性 本契約嚴重危害孩子的利益 那這個判決它應該是分兩個層次 一個是代理育母這樣的一個契約 代理育母這樣的一個制度 第二個層次就是說 代理育母我們承不承認 我們允不允許 准不准許她有商業的利益 那我想在商業的利益這部分 在我國的法律 或者將來衛福部要去推動的 我應該也猜得出來 院長的態度應該是不贊成 有所謂的商業利益 當然 那我們再往前推 就是說代理育母 當然有她現在的社會的一個需要 很多人輪上的需要 還有包括你剛剛講的 可能是下一輩 我們這一輩對國家的義務 因為我們的人盯越來越少 但是呢就從一個倫理 或者感情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一個家庭 一個配偶 他是不是可以去容許說 沒有一個血緣關係的孩子 我來教養他 然後在我的家庭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當然這個就會充分到 不只是這個不能夠生育的這個配偶的權利 當然也包括將來這個被教育的小孩 被撫養這個小孩的權益 所以我想這個制度在國內是有爭議 但是我們還是很期待說 今天這個院長就這個部分做出一個明確的 一個回應 那剛剛院長在答覆幾個被提名的人說 我想你很堅守所謂你將來 如果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你大法官的職責 在司法行政的部分 你不太願意去表態 在具體個案的上面 你也不太願意去表示意見 那這個部分我是非常的尊重你的 那接下來我還是要問你三個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 我還是要問你三個問題 那這三個問題就是立基於說 院長你之前 你是81年在台大就開始教書 台大法律系任教 那現在在科法所是不是 我現在是台大法律學院的院長 曾經擔任過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所長 是是是 那等於說從81年到現在 二十幾年的光陰 那大概能夠得到 當然台大雖然是 就在考試成績上 在這個形式上 他還是最優先錄取的一些 大家認為比較成績優秀的小孩 那我想可以來教育這些小孩 跟他們做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傳授 我想應該也是非常榮耀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就是立基於說你這二十幾年 在法學教育的一個條件 第二個你有一個背景資料 就是你在曾經擔任過法官的評鑑委員 法官評鑑委員會的評鑑委員 你也曾經被推薦為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評鑑委員 所以事實上你對於職務界的 不管從以前的教育 後來你的食物 或者各個條件 我認為你是有必要 也有充分要來回答 接下來我的三個提問 第一個就是 我想要請教這個院長就是說 第一個在於憲法530號解釋 就將來你的職責 在之前的私改會議上面 大家有一個聲音 就希望是司法院能夠回歸司法審判 單純的司法審判 不要再有司法行政 那當然這個大家一直在努力 可是它實務上確實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呢 在大法官會議解釋 530號裡面 大家會認為說 它有一個明確的就是說 司法院它是審判機關 它不能司法 司法審判跟司法行政 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但是呢 有人認為說 這個不是在原來的解釋書裡面 這是在解釋理用裡面 這個是有點訴外裁判了 但是不管怎樣 我想司法院 大家期待它是一個司法的機關 純粹的司法機關 我想這個方向是沒有變的 那基於以上的論述跟前提 我想要請教詹院長 你認不認同 你同不同意說 司法院在司法行政上面 在刑事政策上面 或者相關的法律政策上面 它有所謂的法律提案權嗎 這個是我可以從憲法的觀點上面來看 因為這是牽涉到司法院 它在憲法上享有如何之權利 如果司法院將來 作為一個純粹的審判機關的話 當然它應該在提案權上面 縱容不是完全的沒有 至少也要有很大很大的限制 那這個是在解釋上面嗎 如果將來怎麼樣 我就認為應該可以怎樣 那我是問院長你個人的看法 先行我們的憲法徵修條文 是容許司法院來提法律案的 但這個似乎是立即於 它是一個司法行政機關 所以將來如果 如委員您所說的 司法院成為純粹的審判機關 然後在權力分立的權責之下 它當然不應該一方面是審判機關 它方面又是類似立法機關 或是司法行政機關 因為基本上就是我們如果是 現在立法院我們在委員會質詢 那事實上我們針對的是行政機關 但是因為司法院它還是有提案權 除了預算之外 它要到立法院來備詢之外 它有提案權 它就必須要接受到立法院的監督 但事實上這個立法是不是可以監督到審判這個部分 我想在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 憲法的這個奮徑上應該是有它很明確的界限 那接下來我想再請教張院長 也是基於剛剛一些您個人非常優秀的條件 就是說你認不認同或者贊不贊成 或者是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就是說現在的法官的考選 法官的養成 你贊不贊成 或者你認為說依照現行的制度 你對你之前曾經教育過的小孩 教育過的大學生 你對他有充分的信心 他在經過這麼嚴格的考試的一個 一個汰換下面 他通過了這個考試 那通過了司法院 通過了這個我們政府辦的這個訓練 他就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來擔任這個審判的工作 還是你認為說這樣是基本的 但是我們社會期待他 或者是說目前的整個環境 社會條件要求他 還是需要有經過一定的工作的歷練 他才能來擔任這個審判的工作 我想聽院長這部分的意見 是 我同樣從憲法第80條 規範法官來回答您的問題 我想憲法第80條所期待的法官 絕對不是一個只單純的受過法學教育 或是剛完成法學教育 然後就來擔任憲法第80條的法官 憲法第80條的法官應該有他一個願景 他是所謂的能夠有同理心 他是能夠做出讓人民幸福的一個裁判 我在德國 請龍國也講一下 我在德國參觀過幾次的法庭的審判 我對他們人民對法官的那種高度信賴感 我一方面非常的羨慕 我一方面也非常期待台灣 哪一天能夠有那種情形 大家都非常期待 但是上個禮拜 我在這邊問蔡副院長被提名人的時候 他是說德國的制度也是專業的法官 他並不需要有一個工作上的歷練 蔡副院長被提名人是這麼說 不 他的專業的歷練是在他法官的養成的過程中 德國人如果完成法學教育之後 他有兩個時期 一個我是不是可以講外文 講30秒 因為我還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他們的referenda 那個類似我們的學期司法官 在學期司法官的過程之中 他就有必要到許多的行政機關 人民團體甚至國外去地點 台灣現在也是有 我們國內的制度也是有 對 只是人民還是覺得說這樣不夠 就是說當然在很多因素 司法的信賴度不高 這是很多的因素 不是單純 我是說從院長這樣子二十幾年 在法律教育上面有這麼大的重責 還有你也接觸過法官 假官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工作 你到底可不可以明確 不用啦 我是說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我可以做結論是說 你認為還是需要經過一定的工作歷練 我可以幫你下這個結論嗎 才可以來當司法官 才需要經過一定的工作歷練 不管兩年 三年 五年 他才能來擔任司法官 不一定是參加那個考試啦 我就說他才能夠來擔任這個審判工作 我可以幫你下這個結論嗎 從期待法 憲法第八十大法官 能夠做出具有同理心 能夠讓人民信服裁判的觀點 我同意鬼緣您的看法 好 那接下來再另外 因為這個將來就會簽 因為我認為你這個是在我們的法律界 是一個將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領袖 我們也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就是有關於律師考試的一個改革 那我想最基本的 我們今天不談其他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律師高考 他是有兩個應考資格 一個就是你單純法律系的畢業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說你是其他的學系 但是你只要修了二十個以上的法律學分 我就准你來參加律師的考試 那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律師的這個行業 有很多的問題 我想我不在這邊贅述 但是確實也是要到了一個改革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請教院長 你認不認為說今天你要來進入法律市場 你要擔任一個專業的一個律師的工作人員 他必須要完全受 就是他需要受到一個完整的法學的教育 他才可以准他進入這個法律的職業市場 是 訴訟權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的人權 人民要享有憲法所保障的訴訟權 在許許多多的場合 特別是在刑事訴訟 他需要有律師的協助 在刑事訴訟之外 民事訴訟行政訴訟 他同樣 對 所以從保障人民訴訟權的觀點上來談律師 我當然認為我們必須要對律師有非常高的要求 其要求之高或許不亞於對法官的要求 很多很好的裁判其實是來自於律師的協助 所以 對 好 那我當然就也可以幫院長來做結論 你認為說最好還是有受過完整的一個法律的教育 法學教育才能夠進入這樣的一個律師市場 我們同意他來考試 但是你如果要進入這個市場 我們希望要求你要受過完整的法學教育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結論 從保障人民訴訟權的觀點 我贊成您的康法 當然在您所謂的法學教育 或許不限於是學校的法學教育 好 英國就是如此 英國很多不受學校教育他可以當律師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你的態度很明確了 就是說你贊成是憲法訴願這樣的一個制度 你也贊成說把判例把決議納入可以解釋 就是有沒有違背憲法的一個範圍裡面 但是這將來勢必會增加大法官會議的一個負擔 我們不要說負擔啦 但是他實際上運作下去就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怎麼樣來應應這樣的問題 好 謝謝周委員 謝謝詹貝提兵人 下一位 我們請黃委員韋哲詢問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 詹貝提兵人以及各位朋友 請詹貝提兵人 請詹貝提兵人 歡迎好 詹老師我想請問一下一個問題 簡單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您過去曾經 其實基本上您對於這個 雖然您在學界這麼久 但基本上您對於一些司法的許許多的問題 有時候在新聞上來看 並沒有特別的一個比較立場鮮明的發言 知道被提名成為大法官 被提名人之後 那麼我努力看到有一個 您曾經對 因為您對於民法有非常精深的研究 我們提到看到了您說 曾經提到了說 在判決書查詢系統中 所謂該隱匿的沒有隱匿 沒有不需要隱匿的卻隱匿起來 譬如說民事訴訟判決的求償金額 譬如說當事人被告的姓名 這個部分因為 那個時候就有所謂的個資法的適用 大家想說對於 這個刑事訴訟的被告 或是相關的人 圈圈叉叉一堆的 您那個時候的想法 跟現在的想法是怎樣的 首先我非常佩服委員的用心 您真的有找過相關的資料 我當時是 找得很辛苦 我當時是參加司法院的一個座堂會 那一方面是因為我看 就保護隱私的核限性 跟這個 這個就是說判決必要的這個被的揭露性 對從法學 因為判決是 特別我從學者的觀點是研究之用 而研究判決的妥當性 司法性 跟該案當事人的姓名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在德國 他不會把當事人的姓名寫出 他只會用那個當事人的姓的第一個capital 比如說我是詹的話就是J 黃的話就是H 那這個對法學的研究沒有任何的妨礙 但是你如果將當事人的姓名 甚至將當事人的地址 暴露 我在教學時候就講 你如果不滿意任何一個人 你可以上網去看看他有沒有 沒有曾經在法院裡面被告 你甚至可以download他的判決 到他家門口去朗讀 這個對當事人的隱私是一個多大的妨礙 為什麼他必須為了他一件官司 而讓所有人知道 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此 我現在的想法依舊是如此 那剛才委員有特別提到說 金額也不必透露 這個對不起我印象不是非常的深刻 沒關係我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就這一點而言 如果該金額是與法律之適用 是否妥當有關的話 那我認為是應該揭露的 我本人就受司法院的委託 曾經去研究過 我們所謂的衛福金的金額是否妥當 是 所以在此而言 那個金額的揭露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好 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詹老師我想問一下 您過去也曾經擔任過檢評會的委員 也曾經擔任過司法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剛剛大家都一直在提 就是說對於現在的這個法官也好 或是司法官 尤其犯稱的司法官包括檢察官 他們的一個所謂的社會的公信力 在台灣是不高的 在外國尤其像德國 同樣是大陸法系 為什麼比德國 德國 日本 台灣 大陸法系的國家 那麼他的法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檢察官在日本可能會因為一件的這個起訴 然後後來被判無罪 他會內疚很久 自責非常久 為什麼證據沒有蒐集其權 讓一個聽誦的法官 沒有辦法定他的罪 但是在台灣 檢察官 反正你有什麼事情 我先起訴再說 你有什麼話跟法官說 這是檢察官很多的一個邏輯 或他們的一個想法 或是根深蒂過的想法 因為我起訴你 我就是司法英雄 民眾給我拍拍手 但到最後被判無罪了 甚至無罪定驗了 已經人事已非了 三年 五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二十年 那個時候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這樣的一個心態 會讓民眾對於司法官 甚至對司法失去信心 雖然 坦白講我說真的 今天問了非常多的問題 安樂死 廢死 同心恋 很多 同心恋 很多不見得是大法官 站在釋憲的立場 直接相關的 但是有時候 對於大法官被提名的人 對於這些意見的闡述 跟對於這些觀點的看法 可以讓民眾覺得說 這個大法官他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 所謂的過去美國總統 提名大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的時候 他們也會覺得說 這是什麼自由派 保守派 就拿abortion 拿那個墮胎 墮胎是他的贊成與否 開放槍支與否 這點點點 來定義他是保守派或自由派 但是我覺得其實 現在提到回到這個問題 檢察官的評鑑 不見得是跟大法官的職權相關 但是 法官 檢察官的評鑑 您過去擔任那麼久的委員 您覺得 現在這些法官的養 剛剛有提到法官的養成 有人說 還是維持一個 一個比較出世的 很入世的 這個所謂出世入世 就是說很多 法官他事實上是跟 跟社會各界 還是平常 他平常下了班之後 他還是一般的公民 可是他 很多大法官 很多法官他是維持 不跟外界接觸 很多 只跟司法界的人接觸 很多 但是有 蠻多是蠻入世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 您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評鑑制度 有沒有辦法 真的找出好的 或真的淘汰不好的 還是只是做一個最最最低階的一個 太粗的工作 所謂的圖法不足以自行 我們這一套評鑑制度 利益絕對良善 就看如何在執行 以及在執行的過程中 如何找出還有可以更完善的地方 然後透過立法再加以修正 這我是絕對贊同的 對 對剛才你所說的檢察官起訴之後 就沒有 好像沒有他的事 我也深感遺憾 我知道 特別是 施改會曾經有過一個所謂的 對檢察官的一個問責的制度 就是要去追究這些檢察官 他的起訴被判無罪的比率是多少 那他為什麼被判無罪 事實上我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擔任期間 就曾經有過 二審檢察官提起第三審上訴 各位知道提起第三審上訴 是以要由法律上的理由為限 而檢察官只提起上訴聲明書 卻沒有提出上訴理由書 這樣子的檢察官 其行為當然是絕對有害於當事人的被告 所以這又回到 當事人在憲法上訴訟權的保障 是要相關的訴訟當事人 來共同與保障的檢察官 當然是憲法所要求 應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一管 所以說這個部分將來對於 雖然將來你如果擔任大法官之後 您可能不會 也不應該會直接介入檢察官的評鑑 或是法官的評鑑 但是這些主張 將來都會見諸 會留下來成為幾乎將來司法改革的一個依據 或是一個重要的評鑑 我希望說這部分 您是期許自己作為一個出世的大法官 還是入世的大法官 我期許我們的 要不要使人間煙火了 不是 我期許我們的法官 請跟我講一個真正故事 我曾經在法國短暫學習過 在法國讓我非常訝異的是 我在律師事務所學習 有一天那個律師帶著我坐車 我以為要去法院 結果他不是去法院 我說你去哪裡 他說我去一個法官家 我說不會吧 你們到法院家幹什麼 他說我去地狀啊 你怎麼這麼緊張 我說真的嗎 是這樣子的 第二個 同樣的我們到了法官 到了法庭 當法官還沒有進入法庭的時候 我所學習的那個律師 跟對照的律師 當著當事人的面前聊起來 聊得一副是好朋友的樣子 那一幕真的讓我非常羨慕 我知道我們現在 對法官的守則是 法官以及檢察官 不得有不正當之往來 跟接觸 這一條的制定 等於就是藐視我們的法官 等於就是假設我們的法官 即檢察官會不正當的往來 我希望將來沒有這一條 這樣你會判斷這條危險 我是說這個部分 當然大法官是何一致的 尤其十五位大法官 將來每個人見解 你可以知道這幾天的 大家對於 不管一些政治敏感的問題 或是社會關注的議題 其實大家的看法見仁見仁 不見得完全一致 但是事實上 如果說你秉實了 你過去對於這些看法 這些重要議題的看法 將來如果有碰到這樣的視線的話 希望您秉持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張貝提名人 下一位 我們請周城委員秀霞 詢問 詢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呱綾維 請倒燮 죄송 教授你這一次之所以被提名為大法官 是以我們這個法院組織法第四條 你之前我們委員也有問過你的 我們那個林維州委員 第四條的第一項第五款 是曾經任國際法庭法官或者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 或者是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 這樣的資格 對吧 是的 但是我看了教授您的資料 教授您的授課跟研究最主要都是在民法上 我有些疑問 因為教授您的簡歷裡面也提到說 你的專精 專長都是在民事法 那我請問教授可否說明一下從事哪方面的公法學 或是比較法學的研究呢 謝謝您 我剛才在回答林委員的時候有特別提到 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的第五款 它其實是三個規定 一個是承認國際法庭法官 他就有資格被提名為大法官 第二個是曾在學術機構從事公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 第三個是在學術機構從事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所謂的權威著作 我是第三種情形 所以我是從事比較法學的研究而不是從事公法學的研究 我也像周委員以及這有歷史記錄 我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什麼公法學的研究 我的著作如果說要跟公法有關 那是在很早以前我寫過一篇兩岸婚姻的文章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兩岸人民條例 我批評我們最高法院 或者是我不好講批評 我研究我們最高法院就是鄧元甄兩岸婚姻案 我從民法的觀點來提出我的看法 我認為那時候應該要保障台灣人民的婚姻 其實我最後有稍微提到 這個是人民的婚姻的自由 如果從這一點上來看 那是我大概是唯一直接與公法學有關的 但是請同我強調 民法並不是與憲法無關 民法只是看起來跟憲法無關 但是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保障人民之工作權 它其實是落屬於民法之中 我們大法官既有的解釋有許許多多 是跟民法直接間接有關的 財產法是如此 身份法也是如此 好 謝謝 讓我知道 我在想說為什麼教授不已曾經 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者是獨立學院的專任教授 十二年以上這個資格來提名 這是比較名副其實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為了規避 每一款資格不能夠超過三分之一 的這樣一個情形 向委員您報告 我是台灣法學會所推薦的人選 當時我在填寫相關的表格上面 我的確是自行勾選第四款 就是在大學院任教十二年 並且教授 法官法鎖定 主要法律科目八年以上 在這過程之中 總統府的相關人員有跟我聯絡 他說總統經過綜合考量之後 認為我也符合第五款 所謂的在學術機構 從事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著作 那我也同意總統的這樣一個看法 因為這是總統他提名權的一部分 這次為什麼我是被總統以 第五款的資格而提名的 但是請容我再重申 我不是從事公法學之研究 我是從事比較法學之研究 那為什麼我是從事比較法學研究 因為我們的民法 我們的消保法本來就是外國法治 民法是德國法 消保法是美國法 德國法 英國法等等 那我在我的所有的著作教學之中 我都有引進比較法治 並且我也在學校裡面有開設比較民法 簡單就好 我們知道 謝謝 謝謝 那再請問教授 因為我看了這個資料 發現在一百零二年度的教授 你的總所得是七百二十六萬元 那在當時你是台灣大學的專任教授 薪資是兩百四十七萬 其中有一些是沒有來源的執行業務 所得是十三點四萬 可否請教授說明一下 你是有兼任律師嗎 絕對沒有 真的是不可能的 沒有 因為我們看一下你的這個所得 還有一百零三年度的所得是七百五十一 當時也是台大的專任教授 薪資是一百七十八 另外就是在行政院工程會的薪資 有一筆是一百一十四萬的 不算少 但是在教授的簡歷中 並沒有提到你有曾經在行政院工程會這個職務 為什麼會有這一筆錢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絕對要說明 第一個 委員你所說的那個總額不是我個人 他因為是夫妻合併申報 所以那是包括內人在內 對 這是第一個向您說明 第二個我的確是在行政院工工工程委員會擔任 申訴審議委員 那我沒有提示 因為我們總統府他作業非常非常的嚴格 他說你講任何一句話就要有證據 而且那個證據要原本 我在公共工程委員擔任委員 他們不就是你臨時要去叫他們出一個我在那邊擔任 原本 這個會有一些作業上的困難或者是至少時間上的來不及 那不只是我沒有在我的資料上面填寫我擔任過行政院 公共工工工程委委員 我其實還有很多的委員職務我並沒有填寫 為什麼沒有填寫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要求人家要給我一個什麼文件的證明 就如我也是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人的審議委員 而且那個資歷遠比我擔任行政院公共工工程委員會的委員更久 但是他們從來不會給我一個什麼委員的聘書 所以我們看了這樣的資料我們會想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未來屬於是公務員的大學教授兼職所得 是不是應該又有一個天花板的這個限制 否則如果兼職所得如果超過你的本職的這個薪資的話 這樣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剛剛你也解釋了是夫妻一起的 那我了解 那另外還有103年的 103年的也是751萬總所得 但是103年我看你的這個報徵到 薪資報徵到1613萬 這個報稅裡面也沒有明細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賺錢的秘訣 對不起我沒有賺錢的秘訣 那是一個仲裁案子的仲裁報仇 是仲裁報仇 是的 因為沒有看到明細 所以我們說想就叫一下 那個很簡單 因為既然是報稅 當然有他詳細的明信 那是有扣腳平當為證的 好 謝謝 那從教授您的經歷來看 你是由學者轉任大法官的 但是大法官所做的這一些視線職權 涉及到價值的主觀意識判斷 與以往學者在於釐清法律責任 爬書法律條文方面的琢磨點 是有所不同的 那教授請問你 未來你要怎麼做這樣的角色的一個轉換 要如何發揮你的這個能力 我們大法官不管是第四款還是第五款 他的立法就是司法院組織法第四項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 他的立法用意就是希望至少在大法官的成員裡面 有學術研究者 所以學術研究者的本質跟擔任大法官應該不會有所謂180度的轉變 所以物寧市學術研究者將其學術的見解實現在 視線的實務之中 所以我對我將來假設能夠通過大院的審查 總統的任命 在角色的轉換上 我依舊會將我過去在學術上的看法 希望能夠實現 當然絕對是以憲法的基礎來實現我個人的看法 從下午你的答詢當中我一直有在看 我看到你這個滔滔不絕的答辯 我也相信將來你會是一位很好的大法官 謝謝 所以在這裡還要救救你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許教授許被提名人 他在審查會上說台灣是國家但不是正常的國家 並且說國歌第一句話三民主義的問題很多 所以他不願唱國歌 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 是用以維護人民福祉 大法官更被尊奉為憲法的守護神 以捍衛國家最高利益 被奉為是憲法的守護者的這個大法官 卻又不承認憲法 請問教授你的看法呢 我個人絕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真是有條文 那對我而言 中華民國是個正常的國家 台灣也是個正常的國家 如果否定這部憲法所代表的國家 其實還不薪的女性 他們的民主教授權 我們也要提到這些國家會這樣做 在審查中華民國憲法 是這樣想請問 他說他在審查中華民國憲法 他在審查中華民國憲法 教授您也認為婚姻自由雖然未見諸憲法明文 但應包含於憲法第22條裡面概括條款中而受憲法保障 婚姻乃婚姻當事人為營造共同家庭生活而締結 同性之雙方如有共同營造家庭生活之意願 也應該享有締結婚姻之自由 所以你同意支持同性婚姻 這是你的說法 那我請問教授 你支持同性婚姻是直接合法化還是採行同性伴侶法 我贊成同性婚所以應該要讓同性婚有法律上知明確的地位 現行的民法解釋上可能會造成同性婚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 甚至可能解釋為同性婚是違法 因為我們的民法的第980條 它是說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不得結婚 所以很清楚的民法第980條是以男女為婚姻的雙方當事人 那在我支持同性婚的前提之下 當然我希望能夠讓同性婚者有明確的法律地位 怎麼樣讓同性婚者有明確的法律地位 最直接的就是從民法第980條修正 980條修正下手把它改成 雙方當事人依其自由意願而結婚者其婚姻為有效 這是一種方式 其他的方式或許是所謂的衝擊比較小的 就是令定他法如同德國的立法的方式 但既然我們要保障他在憲法上的地位 為什麼我們要去某程度的強迫他去令定專法 這個法律的權衡如何 坦白講我正在思考之中 這兩種方式如果直接修改民法第980條 我個人會認為他是和限的 和夫憲法第22條 如果是用令定他心法的方式並存於民法之中 我會不會對這樣的一個心法有和限性的懷疑 我到現在還在思考之中 如果我有幸能夠成為大法官 我也很願意和其他的大法官共同來討論 究竟如何來確保一個和限的同性婚 那你是支持同性的婚姻合法化的 那將來如果同性婚姻合法了以後 哪一個是夫哪一個是妻 要怎麼來判定 稱夫跟妻是傳統的講法 也是民法的出發點 民法第980條 對同性者而言 他們第一個或許不在乎誰是夫誰是妻 那如果他在這個婚姻關係存續中 可不可以隨時變動性別呢 將來如果合法了以後 他們大概不會因為結婚而影響他們的性別 委員的意思是說如果其中有一方變性是不是 不是 因為是同性嘛 所以你將來如果合法了以後 我們不知道說誰是夫誰是妻 那如果確定了以後 以後這個婚姻關係持續中 他們可不可以任意來變動呢 我們為什麼要去關心同性婚合者為夫合者為妻 我們只要尊重他們是婚姻的當事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法律上也不會說 有一個說很強制性的說 你們兩個就是合者為夫合者為妻 不會有這樣的限制 會不會有 這是大院在立法的時候可以去考量的 那我個人是認為 一旦承認同性婚 我們沒有必要用傳統的觀念 傳統的習俗 而應加其中一方必須為夫 他方必須為妻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以是用最高法院 事實上夫妻的法律概念嗎 事實上夫妻的法律概念 依照最高法院的判決 德國的 他基本上還是男女 作為他的基礎 所以能不能用 最高法院的 所謂事實上夫妻的裁判 來看待同性婚 這已經是有事實基礎的不同 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說成是事實上的夫妻關係 而不是法律上面的兩性婚姻關係呢 好那不管他是採行同性辦理法 還是直接合法化 將來他們這樣的家庭可不可以收養子女 你問到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到目前並沒有答案 對 真的 非常感謝周生委員問這個問題 我這個問題跟我太太討論過 跟很多相關的人討論過 我支持同性婚的基礎是我們尊重當事人 但是當當事人要有第三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尊重該第三者 這是我一直在考慮的 因為我們也在想說 如果能夠收養子女 那以後會不會影響這些子女 身心靈上的身體上的健全發展 我目前的顧慮跟周成委員是一樣的 我認為同性戀者他們的權益是要保障 沒錯 但是在立法或者是視線時 也應該要衡量到這個社會發展的現況來決定 不可以嚴重衝擊到我們現行社會的這些價值觀 還要兼顧到未成年的這些孩童 身心的健全的發展 這些方面我們都要面面俱到 我贊成周成委員的這一句話 但是其中的所謂的價值觀 恐怕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隨時去檢討 何謂價值觀 是我個人的主觀價值觀 或者是真正的社會的應有的價值觀 謝謝 我們過去都是採儀式婚 就是公開驗客的方式 從97年5月23號以後 改採為登記婚 也就是說到這個附贈機關去登記 就是可以成為正式夫妻了 那最高法院也提出了事實上夫妻的這個法律概念 與男女同姬關係是不同的 得以類推適用夫妻身份上 以及財產上法律關係之規定 這樣的一個見解是值得肯定 但是這些事實上的夫妻 以後會不會衍生出社會上的許多問題呢 教授你認為呢 當然可能會有一些社會上的問題 社會所發生的問題 那再請教教授 我覺得事實上的夫妻 可不可以適用稅法上 有關贈與免贈與稅 跟免增值稅等等 這些優惠可不可以適用 對不起 對稅法我不是有研究 甚至我應該說 我對稅法的研究 就如同我對公法的認知一樣的淺薄 靈異 這個靈異上 對 但是我想 如果那是一個真正的 事實上的夫妻關係 他們是不願意有婚姻的 這樣一個枷鎖也好 名義也好 但是如果他們實質上 就如同夫妻一樣 那麼在憲法平等權的保障之上 也應該要給予同樣的稅法上的待遇 如果登記一婚的夫妻所享有 所負擔的 那麼所謂的事實上的夫妻 在稅捐上也應該同樣享有 同樣負擔 謝謝 那教授你的專長是民法 所以請問你一個問題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 有很多的著作 近來這些消融 金融消費爭議問題非常的多 儘管在2008年的時候 金融海嘯以後 立法院有通過一個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但是從雷曼兄弟倒閉到的聯動災事件 不當保險銷售 通過 TRF金融風暴到進來的這個 熱身公開的收購違約案 到現在還是有大批的受害者 承受具有損失 沒有辦法得到相應的補償 這顯示出現金的訴訟外 這方面的確保護法 是有大批的 教授你是這方面 比較專精 請問你 你兼任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委員 有五年多 那你對這方面有什麼建議呢 我在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擔任委員的期間內 第一個我認識到台灣 居然有那麼多的保險 這是我在就證之前所不知道的訊息 當然也因此我知道 有很多的保險 其實是被保險公司 有意無意之間推銷和訂立的 更多的是許多的保險 被保險人或藥板人 根本不知道他所定立的保險契約是如何 我自己因為有一部車子 所以曾經有一次車子被竊 我認為是被竊 我相信很多人也認為是被竊 結果保險公司說那不是被竊 那個是對我很大的一個訝異 所以在我從事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的委員上 我就特別要求 或是說從評議上面去審查 這些金融業者他們在契約上面的資訊的揭露 一定要讓消費者知道他到底是買了一些什麼金融商品 這樣的一個金融的服務 才是真正我們所可以期待的服務 也是我們應該要求金融業者提供的服務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這些金融中發生的時候 大型金融機構只是罰款了事 而且他還有專門的法務單位 還有擁有豐富的法律資源 反觀一下消費者 他要經過各種行政司法救濟或調處的管道 來爭取自身權益 但是往往是曠日會時 所會不知 等到他真正拿到他的這些補償的時候 都是 很多都是為時已晚 是的 甚至根本沒有 我們很多的 所以在這個金融消費的爭議裡面 消費者是處於在財力資訊 以及專業實質不對等的不平等狀態 我剛剛也聽到教授你說 你對一些經濟 資訊 法律這些弱勢方面 你特別的在意 我們聽了也覺得你是一個 會是一個很不錯的大法官 謝謝委員 那另外金融商品以及這些服務型態 是越來越複雜 詐欺守法也是日新月異 受害投資人因 因為事件特殊 僅能回歸民法規範處理爭議 對這些特殊例外的事件 沒有辦法全面來保護消費者 必須要仰賴主管監理機關 在事情發生後 再來做一些相關規範的修正跟補償 但是在這個亡氧補牢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些所犧牲的人的這些權益 院長你覺得要如何來跟他做一個補償 委員你指的是 是業者的補償還是其他方面的補償 這些消費者 對消費者的補償 是從業者那邊去求償 或是從其他方面去求償 因為這些消費者他比較處於弱勢 就像你所說有的是資訊弱勢 有的是經濟弱勢 他需要仰賴主管監理機關 在事情發生以後 再做一些相關規範的修正跟補償 當然亡氧補勞是一定要的 行政措施的亡氧補勞 但是對小老百姓而言 你亡氧補勞對我無懼於事 我要的是有實質的補償 可是往往這些金融業者 卻已經人去樓空 這是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事件 這個時候當然受害的消費者 他會把箭頭轉上國家 我個人認為任何的行政機關 如果在這過程之中有它舒適之處 那是要對人民的受害 負起補償的責任 這一樣又是回歸憲法 所保障的人民財產權 應有的當然解釋 謝謝 那今天我們也看到新聞 曾經犯下國內金融史上最大舞弊 這個楊瑞人 他又捲入熱身收購弊案了 造成投資人損失超過30億 那目前我們台灣金融與經濟犯罪獲取 這個聚而暴利 而且造成民眾家破人亡 但是他的法定型跟執行型都是偏低的 而且還可以假釋 請問院長 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要提高到無期徒刑 對不起 如果是針對楊瑞人先生這個個案 我是真的不便有任何的表示 更換他已經是經過確定判決 並且也是服刑完畢的 那如何從楊瑞人先生這個案子 在立法上做彌補 我們是說類似這樣的經濟犯 不是說他個人 是以後如果類似有這樣的經濟犯的時候 我們的刑法是不是要提高到無期徒刑 以做一個阻賀的作用 這個應該是由立法者先行去決定 大法官只能從立法者所做的決定 來審查他是否符合憲法上面的 以這個案子來當然就是比例原則 因為如果可以假釋 那個刑期又偏低 那這些經濟犯他們就不在怕了 因為偏偏的你身屋賃八百 我管他整個都出來 不在怕 所以這個沒有達到嚇阻效用 所以我們想說 是不是在刑期的方面來提高 但是其實利用行法 並不是為改革的問題 這些人他不怕冠 所以你如何為教育 為人生生良民去 讓大家覺得派大事不能做 我感覺這真是真有效 你如果說冠他到中生冠他不怕 不能出來他敢不怕 那個中生冠可能就有危險的問題 在日子你是不是可以 因為這種行為就跟中生冠 也一樣有憲法的問題 謝謝 那還有一個就是公民不服從的問題 公民這個角色在經歷萬人送中秋 還有318的太陽花學運 以及我們仿高中課 剛我一條運動以後 似乎變得更鮮明了 很多的社運團體 只要四周公民行動 似乎瞬間就能夠取得正當性的制高點 我們的院長 林全院長在520就任的第一個政策 就是撤毀這些太陽花學運 闖入行政院的這些學生 撤毀他們的形式告訴 他還強調說太陽花事件 是政治事件 不是單純的法律事件 所以在多點和諧少點衝突下 重寬處理 來 好 謝謝周城委員 謝謝張貝提兵人 報告全院委員會 本日下午對司法院大法官 被提兵人張森林 詢答部分到此為止 謝謝張貝提兵人 列席答詢 10月20日 星期四上午9時 進行對司法院大法官 被提兵人黃昭源相關事項之詢問 現在休息 請請中經到公主 去壓述 通訊認人 拍折 來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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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